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105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九十五分至十时三十二分地点 本院红楼二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委员保卿等十五人 列席委员徐委员有名等十一人 列席官员交通部常务次长范直谷等 主席叶召集委已经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 继续审查依委员李昆哲等十六人拟据 停车场法第三十二条及第四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二委员洪池庸等十六人拟据 停车场法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三委员夜经等十八人拟据 发展观光条例第五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决定一第一案及第二案并案审查结果 第三十二条条文一委员李昆哲等十六人提案 及委员洪池庸等十六人提案修正通过 第三十七条条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 增定第四十条之一条文一委员李昆哲等十六人提案修正通过 第三案审查结果 第五十五条条文一委员夜经等十八人提案修正通过 并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第一案第二案并案审查完俊 第三案审查完俊分别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夜经补充说明散会宣诺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议事录确定 现在我们介绍在场委员 李昆哲委员 陈欧博委员 曾云鹏委员 好 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委员 交通部我们贺承担部长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主任秘书陈国贤 谢谢啊 陆正师林济国师长 刘正师王挺俊师长 黄正师陈静生师长 总务师吴慧玲师长 会计处洪玉芬处长 统计处孤炳针处长 郑峰处陈东龙处长 人事处林仁静处长 管理资讯中心诗人中主任 大陆事务处理小组执行秘书李瑞德 道路交通安全督导委员会 谢借田执行秘书 交通事业管理小组李明慧执行秘书 公路总局赵新华局长 民用航空局林志明局长 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林鹏良董事长 中央机场局辛债勤局长 公安局谢伟军局长 运出研究所林信德所长 国道兴建工程局陈彦博局长 高速铁路工程局胡香林局长 台湾铁路局周永辉局长 航港局秦文忠局长 台湾港务公司张志清董事长 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翁文琪董事长 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刘维奇董事长 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张友恒总经理 阳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卢丰海董事长 中华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石目标总经理 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卫局长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舒服制专门委员 台北市政府捡营工程局陈副局长 台北大众捡营股份有限公司吴处长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警照案检任计证 在后面 谢谢看到了 新北市政府捡营工程局李副局长 看到了谢谢 在后面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高邦基局长 在后面我们看到了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林副局长 林延成副局长 在后面 谢谢你们了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张副局长 看到了谢谢 辛苦了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市总工程师 看到了 谢谢你们老远跑来 谢谢 郑保卿 好我们再接到郑保卿委员 好现在请交通部赫程部长报告业务概况 好现在请交通部赫程部长报告业务概况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交通部列席 交通委员会列席 就交通部主管各项业务提出报告 那么也请大家 在我们刚刚到工作岗位上面多多指教 交通部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除了基本的陆海空运输以外 还涵盖观光邮政电信气象 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今后我们要推动的工作非常多 大致上分裂在我们今天提供给贵委员会 请大家参阅第二页到第十二页 这几项工作 我们都会依照贵会 省定的预算和期程 努力推动 许多细节 我相信诸位委员 比我出到工作岗位呢 一定更清楚 有需要个案来请教各位 以及等会大家的垂巡呢 希望在我们报告完以后 再来一一的向大家请教 以下 我是不是能够容许我先把 到任后想要来阐释的一些理念 以及半年内优先的工作 先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那这个相关的资料 麻烦赵伟和各位委员来参阅 可能现在正在发给各位手边的一个单章 希望这样子来争取时间 多多听取大家等会给我们的指教 首先 对于未来交通部业务核心的要求 我个人是认为 要从交通建设为主的机构 转变为落实交通服务的组织 半年内要推动的主要工作 一共有六项 第一个 是整合路车为人和货服务 交通建设是民生和经济的基础 然而建设后的经营管理更能落实工程投资的效益 今后我们要更重视督导运输事业的绩效 整合各系统间的转秤 并善用智慧装置和电子票证 借市场机制吸引最多数的公共运输乘客 第二 唤起全民努力减少交通伤亡 依照卫生福利部统计 我国每年大约有三千余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另有超过四十一万人受伤 而这样的一个伤亡呢 主要都是集中在相当年轻我们的下一代 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年龄层 他们大约是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死亡人数里面百分之二十 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都是重大的损失 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来各方面来唤起社会的觉醒 共同减少死伤 现阶段我们除了优先强化 机车考照等等教育措施以外呢 也会积极引进科技加强执法 强化公路防灾预警机制以减低伤亡事故 第三点 穷尽科技和管理智能 减少不必要的工程 我们将借由开放资讯 帮助交通管理 考量国内各主要公共运居 多以建置 GPS 以及我们民众都已经有这个 享有电子票证 我们将配合E-TECH 或者ETC的其他的设施 做道路管理智慧化的应用 有效分析交通需求 针对必要之建设做完善评估后 再付诸工程 第四点 开放资讯 协助地方政府提振公共运输 转称绩效 不论是塞车路段的预警 东部铁路一票难求 或者旅游资讯的国际化 其实都是来自于 资讯开放以后 所可以改变的 我们做事的一个成果 所以 这个是否开放资讯的态度 我们会最优先来办理 希望以上所谈的这些事情 能够赶快办理 第五点 辅导旅游产业多元发展 安定偏乡社会结构 观光旅游对于国内来讲 不只带来产值 也是可以促进偏乡就业 及安定社会结构的一个产业 所以 我们要让我们地方上的观光有特色 就必须要让资源下放地方 整合地方文化 艺术及产业等观光特色计划 以因应观光产业的新发展 并要整合各部会资料 资源 推广在地旅游 鼓励绿色生态及关怀旅游 落实环境教育 第六点 改善事业机构的经营现况 对于事业机构 我们将以公司治理的角度 重新检视现在的经营现况 以有效发挥事业经营效益 并符合市场需求 同时注重董事会运作机制 发挥决策和监督功能 引导事业机构自主发展 落实当年贵会所期望 从行政机构转型为公司的政策方向 整个交通部的业务 除了是刚才跟各位报告 从第二月到第十二月 请大家一一的来指教以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刚才所谈到的理念 和初期的重点工作 能够在此刻 来使整个国家 不管是从民生 或者是经济建设来讲 我们都能够来妥善运用管理的策略及工具 同时能够衡量社会的多元需求 让我们的资源做最好的应用 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够达到 我们的交通建设的利益 是为大众的公共服务 也在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兼顾环境 以求永续发展 相关的我们执行上的成果 还有我们在工作内容上面 还希望各位委员多多指教 那么以上是本部目前的业务重要报告 敬请指教 谢谢 好 寻找之前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位召集委员 叶怡经委员 现在进行寻答 先宣告以下事项 寻找时间本会委员10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 暂定10点30分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于10点钟截止 各委员如有提案 请于10点30分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诊 现在请登记发言之第一位 李委员昆哲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先进大家好主席 请部长 陈鸿赫臣部长 公路总局赵局长 公路总局赵局长 高工局长陈彦博陈局长 台铁局州局长 台北局州局长 高铁局胡局长 光光局谢局长 光光局我们谢局长 好 部长您好 部长我们现在交通委员会 最重视的就是交通的安全 那交通安全是无可取代的 那我们现在针对连续假期 长久以来 就是国人啊 视为梦魇 就是整个交通的涌赛 破坏了整个假期 而且整个塞在路上的感觉 是非常不好的 那现在我们试图要 来一一的能够兼顾交通安全 跟解决相关的塞车的这样的一个 噩梦跟诅咒 那现在部长首先提出 针对端午的连续假期 针对夜间的免费的 这样的一个国道继承收费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是定案还是事办 这个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好 谢谢委员关心 首先我们在这个做法上面 一定是做出先给后要 我们对于公共运输的效能 跟它的票价 我们都希望能够来有比较好的做法 希望鼓励大家多采进公共运输 有关这个晚间的死伤的情况 我们在新闻稿里面已经有报告 那么等会儿 如果委员有垂巡 我们再来做说明 有关这一次的做法 我们基本上把它当成是一个专案 也就是说就个案的情况 来做分析跟我们的处理 今后对于我们是不是要继续采用 一些费率配合分流 或者我们公共运输要进一步如何强化呢 我们会在每个假期之前 再做详细的分析 也跟贵会再来做说明以后 我们再来试试 我现在先请教部长 我们现在要鼓励民众 搭乘公共运输 尤其是在离假日跟连续假日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交通部所提出的 国道客运的优惠方案是什么 因为针对端午四天的连续假期 相关的不管是台铁高铁 都有提出相关的输运计划 那国道部分在目前有提出 任何的输道有关的输导的相关的计划吗 以及这次的端午连续假期 要取消这个夜间免费 我们有什么相关的措施跟方案 好我是不是请我们陈局长跟您先做说明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这个国务 有关这次夜间免收费做一个改变以后 我们会协调这个国道客运业者 大概采取最高大概有15%的discount折购的 優惠的方式来鼓励呢 这个夜间有行使 有夜间有这个 局长你应该非常清楚 国道客运是有三种票价 第一种叫做原价 第二种叫做优惠 第三种叫做促销 那原价以北高统年为例 原价就是在连续假日 或者是历假日的尖峰时期 这个也让部长先基本的了解 在原价就是在历假 连续假日的整天 或是连续假日 好 部长 部长我现在再简单跟你说明 就是在连续假日的整天 或者是历假日的尖峰时刻 就是周五的中午到周六的中午 或者是周日的下午到周一的上午 到周一的中午 这种尖峰时刻 历假日的尖峰时刻 它是原价 原价以北高统年为例 它的票价是530元 那周一到周五的白天 它采取的是优惠票价 优惠票价 以北高统年为例是470元 其实就已经有打折了 打的大概是八九折 那还有一种叫做促销的票价 促销的票价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凌晨 它采取的就是促销的票价 它更便宜的 它是399元 打折打到79折 那我们现在我要建议部长就是说 我们要鼓励民众 搭乘公共运输 票价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的诱因 那我们目前所采取的票价 就是从原价把它调为优惠的票价而已 所以在目前这个方案 单趟来说大概是能够省60块钱 我在这边要具体的要求部长 也请局长能够跟业者来沟通 要以更便宜的票价 就是以促销的票价 促销的票价 79折的话 单趟能够省到130块 这对民众才有诱因 部长 你要以便宜的票价 义务会的票价促销的票价 来让民众搭乘公共运输 现在我们只不过 部长的方案只不过是把原价 调为优惠票价而已 我们更具体的要求 是能够调到促销的票价 能够达到79折 我甚至能够希望达到75折 这个方向我们一定来努力 不过跟委员报告 据我所知道 平常晚间他们虽然是促销价 可是到了连续假期 他并没有用促销价 所以我刚才跟部长说明得很清楚 连续假日整天的话 他采取的是原价 还有例假日的话 他是尖锋时刻 他采取的是原价 所以我们现在要促销 要让民众鼓励他去搭公共运输的话 你就是要用促销的票价 现在是79折 我希望能够打75折 我们来努力 我想一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因为你们目前所推的这个方案 我知道业者也相当的配合 他们从原价改为这个優位的票价 是 但是他们也希望说 能够讨论政府是否适当的补贴 或者是说我们能够以部长 积极的跟他们沟通 道德的劝说 让他们来配合国家的政策 示范看看 我们一定朝这个方向努力 谢谢 好 这是一个优惠的问题 就是说以票价 降低票价 体恤民间 这种大家生活的压力 来疏导整个交通 公共运输的使用是非常重要 是 另外 那接驳计划呢 部长 整体的连续假日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不只是国道夜间收不收费而已 你包括 你要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票价是最关键的因素 另外 我们相关的替代道路 有没有标示清楚 让民众清楚在尖锋时刻 我们有哪些替代道路可以使用 另外 大众运输系统的普及之外 推动之外 你还要有接驳系统 你要跟地方的县市政府去合作 不然 你搭高铁台铁 或者是搭国道科运 你很便利的到各个县市之后 你没有相关县市系统的接驳的系统 那整体还是民众 会对于大众运输系统的使用欲望 会降低啊 我们有任何的接驳计划吗 据我所知道 我们跟宜兰多年的合作 就是已经有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接驳安排 不过您刚刚所提到的其他县市 或者是我们一些标示的部分 怎么强化我 是不是让陈局长和赵局长再跟您做说明 有关委员提到是说在高速公路上 让民众能够了解有相关的替代道路 还有进入到替代道路以后 它的一个标示是不是清楚 这部分我们长期以来 在每次输运计划之前 输运的来临之前 大概都会同公路总局做一次的一个检视 那原则上这些资讯呢 在我们的网站上 或者在我们的1968的APP上 都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导引让民众可以了解 局长过去的成效都不好 部长我在这边也要提醒部长 部长对于交通的相关的政策 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张 我们希望能够这些主张能够经过社会接受 能够形成正常的这样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政策 但是部长我现在要提醒你就是说 我们施政一定要能够是整体的配套措施的完全 你单单提出这样一个国道夜间收费 再连续假日的要取消免费的这个议题 是让社会大家能够共同的去讨论 因为关系到交通的安全 那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应该要齐全 一定会 半夜大家搭国道科运 那接下来接驳系统 例假日其他的替代道路优惠票价 以及相关的接驳系统甚至是主题游乐区 在例假日常常是塞车回堵到高速公路上 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例如在日假日或连续假日以国道五号来讲 每一个假日都是悲剧 每一个假日都是噩梦 每一个假日都是诅咒 那在连续假日 端午节其实也是对部长 我要提醒部长 他其实就是第一次的考试啊 是希望部长能够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第一次连续假期 让民众去感受到新政府 新的交通部长 对于这样一个连续假日的疏运 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改革的方案 那部长刚才提到说 刚才的我所提到的 不管是国道科运 原价 優惠促销的方案 在目前 这个我认为这个运续的方案 是折扣小了一点 是 要必须要更大的折扣运会 那部长说要去援引 你会有多少时间 你认为你要推动幅度有多大 刚才您提到了 关于他现行的促销的那个折扣 我想我们先以那个为标准 那么希望能够协调出更多的 还是以85则为 不是 以他们现在促销 他那个79则 先以那个为标准 好 我们会进一步努力 本来你们是说要以85则来做一个方案 那现在 我要求的是75则 那部长现在说 就以他们促销的方案79则 我们先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部长促销的方案 是能够提高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的 但是别忘了我再提醒你 接补系统 是 你三更半夜或凌晨三四点 我们 报委员 是不是我们有 还有十天的时间来做 您刚刚所指示的这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些接驳 部长 我们在6月1号 虽然是有十天 但是 你提出具体的方案 你也要宣导 让民众知道 没错没错 所以过去我们交通部是有这个问题 有提出相关的政策 但宣导不足 民众也不知道相关的措施是什么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连续放假期方案前三天 把相关的这一些 真接驳以后改善的一些作为 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在这边提醒部长 我们欢迎部长为国家效力 来为交通委员会提出更好的一个政策 不过我要提醒部长 第一次的端午连续假期 其实就是对部长的一个考试 希望部长能够带领我们相关的交通部的相关局处 能够推动一个更有效率的廉价的输印计划 一定 谢谢您 好我们接续请郑保清委员发言 先请部长 好 请部长 请他各单位的若是你们需要提供意见 就自己主动上来 原住 部长 是 我现在请教您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铁路地下化 对前单发展很重要 尤其是在地狭人丑的这个都市地带更重要 我请问部长一下 那么报纸有登说你不同意陶原做铁路地下化 这是真的还假的 我没有说不同意任何个案 那么我也了解 现在其实铁路地下化的案子 在交通部也经过副審 那么这一些 我想我们会加速来办理 大概最快什么时候送上去 报告 郑委员我们5月17号开过副審 当然因为现在有一些资料 还希望桃园市政府能够补充 所以要等他们补充来的时候 补充完了就可以送行政案了是吧 补充来我们看他会整的这个结果 我看有没有需要再开第二次会议 如果能够补充完整的话 我们就以程序来办理 好 谢谢 那么就是换句话说 部长你也支持淘湾铁路地下化 我们等这个案子我们完整了解 那么一定会来加速办理 就是加速办理 加速提报的作业 对 部长我想这个很重要就是 新政府上来百姓充满期待 那么我想这个铁路地下化 看起来短时间看起来是政府在花钱 但是长期看起来政府的获利更大 尤其淘湾的土地非常非常的稀少 而且珍贵 那么我想只要是暂体的开花 以及增加一条三十名的林林大道 更重要是两旁的土地跟所有的房子 不会受到噪音的影响 而且会大增值 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长富移民 那么更重要是 对整个淘湾的 淘湾市的都市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部长能够加速来办理 是 第二件事情我想比较重要就是 有关于淘湾的这个机场捷運 那机场捷運 今天上次我们的旧政府里面特别提到 最慢在7月底能够交给淘湾来营 那部长你上任之后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达成或是可以加快 我想首先可能我们是依照贵会的指示 我们来成立一个具有客观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 由这个调查委员会 来把现在的一些争端能够厘清 同时也由这个委员会 来对于今后处理的程序 把它建立出一个最客观的透明的一个程序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 对于我们今后要来筹备营运呢 是大有帮助的 是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想大概 这个部长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做任何的事情 包含要完成任何的工作 那目标的定定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 这个要完成这个一件事情 它的目标跟挫折大概是两个必备的条件 所以在目标上面 部长你认为什么时候 可以完成你刚提到的这些工作程序 我自己是规划看能不能够在一个月 一个月之内 来成立这样的一个调查委员会 那由这个调查委员会 他们往后来推动 实际上的时程恐怕应该是看 委员会他对于这个 所谓的争端的了解和他们的建议 我们也不便去干扰他们的运作 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在行政上 尽快让他来成立 可是他的整个推动 不是 成立调查委员会 最重要是什么时候可以通行 比较重要 可是我们这个部分应该是 让调查委员会 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运作以后 我们再来决定 我们会希望他快速完成 那大概是多久时间 以前旧政府说7月份 就要交给桃園营营了 局长也在这边答应了 那会不会再跳票 还是第七次跳票 第七次道歉 会不会 報告这个委员 我上次在这边有答应过说 在我们提出改善之后 完成一些测试 希望能到7月底 让陶杰公司能够进场办理模拟演练 这是我们原来承诺 那现在因为有这个调查 调查委员会的运作 我想我们尊重这个调查委员会 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 不是啊 部长 如果说因为你的调查委员会 延宕的整个通车期限是不好的 不会不会 调查委员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 增丹 敌清 同学收敛 对对对 加速这个 是的 是的 开始营运 我想这个也是贵会要求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用力 那部长我们希望你不要 因为成立调查委员会 影响到整个工作 那最慢我想啊 部长你还是要承诺 在七月底 你能不能交给桃園营营 呃 七月底的话 就是只有两个月的运作时间 对委员会来讲 不到两个月的运作时间 我个人觉得 会不会对于我们好不容易 请来的专业委员 有点比较不尊重 是不是让我们等委员会开会了 我们再来跟他们来商量出 一个最快的事情 所以到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交给桃圆也不知道 局长 我们会希望一定在今年之内 来交给这个桃圆 来准备筹备相关的这一些 不是 现在桃圆不是筹备 桃圆的那个捷影公司成立很久了 花了很多钱 好 希望部长能够加快速度 一定 了解 来 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你 台湾的航空城 现在交通部的 你上任之后 你认为台湾航空城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的了解 现在是先进行这个所谓核心计划中间的核心嘛 就是这个T3的这个相关的细部设计等等 我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都会陆续的细部设计 然后做发包 那有关这个滑行跑道的部分也已经开工 所以我想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在交通部分内的这个核心工作里面来加速 至于说是比较外围的属于产业的招商以及相关的这一些用地上面的一些 我们再配合台湾市政府 大概这个意思就是部长谈到就是航空城的计划没有改变 目前没有 都没有改变 继续往前走 是 我的了解 现在都是按照工程上的进度在进行 好 那么接着我想请教部长刚刚提到的 刚刚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发动购票要这个实名制 那部长上来特别强调用科技来管理 那这个购票会不会相反的造成了人工排队的现象 造成了这个车站很多人在排队 我家里有五个人 对不起我三个人要去排队 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我想等一下让局长来说明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先用尽各种方式 改善这个民众燃眉之急 可是长期一定是要用科技的 来请周局长说明 局长说明一下 委员好 那个我们第四代的票系统已经绝标 绝标以后呢 我们大概就是实名制的部分 是在第四代票系统里面来办理 不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实名制 也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就是 过去返乡专车里面 这个都是地方任务在办理 因此我们是用 你刚才实名制 那么是不是有领票 是要用身份证去领是吗 当然用身份证去买票 我特别用这机会跟你们报告一下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上次我来跟你咨询的时候提到 有时候什么身份证生产器 只要你输一个东西说 我住在淘宛就给你个身份证号码 IP可以IP 科技上面有一个IP的转换软体 所以你们根本是查不到 现在如果是用实体的 会不会造成了 我刚提到的 会不会造成车站 全部都人 晚上 我们25号开始开卖 都是网路订票 网路订票以后 我们是在下午5点钟 才会宣布这个公告 所有的这个购票的这个细节 原则上我们是6月1号开始卖票 也就是在7个车站 对 7个车站卖票 不是问你这个单 单一事件 因为我们就一个列车 370个位置 还不至于说有大牌长龙的问题 就一个列车 对 因为是事半 因为我们3月28号的时候 在立法院有做了决议 6个月内 要完成实名制的整体的检讨报告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端节 应该是一个实测 实证的一个分析 现在我们台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说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公司 这个销售到切货 结果还大亏钱的 我们很羡慕 这个有双果有12节车厢 部长有没有这种公司 你是不是告诉我一下 那公司或卖到切货 结果公司亏大钱 苹果卖到切货 所以公司一年亏几百亿 有没有 公共服务 我想我们的负担还是公共服务 不过这个公共服务 这个即使是亏本 能够造福民众也是应该的 所以刚才的票物 现在应该有限 现在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抓到 癥结所在 要提纲切零 这个今天 冬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公息失调 表示你供应太少 需求太多 而且需求又很多是假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讲 一个人买两张票 为什么一个人买两张票 就很多的黄牛在买卖 为什么不能够增加黄牛买卖的困难度 或者退票的困难度 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想在公息失调上面 我们希望我们政府机关能够好好想一下 一定 一定 好不好 要不然的话我们 我们这个整个 所有的改变 本来是要科技管理 就变成人工管理 变成肉身去买票 我们这个眼前一定是一个 一个救急方案 还没自己先做 还有要考虑到 如果家庭有 家庭若是四个五个 要去买票 我们政府不应该去惩罚他 而且想办法要支持他 这一点我们希望提出解决方案 这一次是四半嘛 所以6月9号开班台北到台东 不是 我现在跟你讲 我知道四半嘛 12号是台东到台北 我们现在五个人就三个去排队嘛 是 我们本来是希望鼓励人家生意 结果你的制度 又让 又让对这种生比较多的小孩子 就给他惩罚 我们就是等于是还是有 就是 我想要一并解决好不好 一并解决好不好 好 想办法 最后问题我请警察部长一下 刚刚提到讲 我们这个 国道我们夜间免费收费的问题 这个大概提到三个观念 三个观念 第一个是使用者付费 那么使用者付费 我先请问一下 这个使用者付费的部分 我们对于这种国道的收费方式 会不会做改变 整体的国道收费的方式 我们会到贵会来做报告 目前没有做改变 那我请教一下 那个东西向跟快速道路会不会收费 一样也会在那个整体的分析里面 我们再来向贵会做报告 好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慎重考虑 那整个国道我相信 不是20公里免费那个制度 那个就是 回到头来 违反你的这个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很重要 就是说 刚刚提到讲说 你这个免费收 夜间 我们这个国道啊 夜间免收费的这个取消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症结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价格的问题吧 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发现 夜间实在是伤亡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于 我知道 你有提出要改革能力非常好 但是要有相关的配套 一定一定 有没有什么相关配套 我们眼前配套就是第一 当然是想办法使大家 自己不要在夜间开车 转到公共运速去 问题是夜间开车最便宜 就是开车最便宜 就是我开车的价格 比我做其他交通工具都还便宜嘛 所以我才开车嘛 我也相信 可是 如此 他也在自己暴露在危险状态 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跟别人的身体状况 都在比较不好的时候 等于是比较危险的方式 所以我想 部长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整体的啦 是的 不是单一的 如果让他说我坐公车很便宜 坐公车很方便 坐公车接驳很方便 他就不需要开车嘛 对对对 像问题就是你所有的交通工具 自己开车最便宜 是 所以你现在起销了夜间收费的话 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包含了差异的汇率 有假日可能修比较贵 平常收比较便宜 那个都需要去做的啦 对这个长期的国道管理 透过价格 我想我们一定会来跟贵会说明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郑保金委员发言 继续请郑天才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部长 好 请我们贺城部长 郑委员长 部长好 在今天你的报告里面 特别发了这个单张 是 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一个 一个报告 不敢当 请指教 这里面特别提到 这个减少不必要的工程 只针对必要之建设 做完善之评估后 再付诸工程手段 依部长的一个了解 现在已经做的 这些西部的 不管是高速公路 或是东西向的快速道路 有没有不必要 如果按照你这个理念的话 有哪些是认为可以不要做的 已经做的那些 或是正在做的 各案的情况 其实还没有完整了解 不过我想 已经发生合约的 我们都会按照 我是说已经在做的 你认为 你之所以会提这个 这样的一个报告 而且不是第一次讲 对不对 你一发布的时候 就讲了 所以表示你已经看出 已经发现到 有这样的一个交通部 过去所做的工程里面 有不必要的嘛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以往在我们有些连续计划里面 某一些还没有成案的 我会希望我们优先来做检讨 是有这个情况 好 这个当然你还没有做出很好的一个 好 没关系 请教这个部长 像 你都知道嘛 这个在西部 有高速公路好几条嘛 是 然后有快速道路 有好几条 是 那花莲台东啊 花莲台东 我先请教部长 依你你看 花东 台九县的 花东公路的拓宽 有没有它的 必要性 我想每段的需求不一样 有些地方 当然它已经有 非常严重的这个塞车或者车祸 有些地方它的这个需求 我们还要再做分析 好 这个 要不要让我们 不 那个部长最主要是你啊 最主要是你 那台 花东公路的 台九县的透宽啊 事实上是一个没有很完整的透宽计划 过去都是 要去抢 要去跟整道的 道路计划 去抢 往花莲台东是抢不过的 所以你不必去分析啊 根本就抢不过啊 所以 现在 交通部啊 提报了一个计划 台九县 那 我没有想要去 那 你不能够 那 我没有想要去 那 那 我没有想要去 那 我没有想要去 那 我知道這個好像也是院裡面有把它當成一個專案的計劃 對 還沒有核定 對 那相關的情形讓我來優先了解 請部長能夠優先了解 能夠進而徵起行政院一定要通過這個核定這個計劃 第二個部分 這個我們認為 花東的一個交通 有它的非常非常的急迫性 所以當你在考量所謂的減少不必要的工程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用台北市 不要用西部的一個觀點 是要從花蓮台東的人民的觀點 設身處地 去看這個去評估 去了解 才製作決定 可以嗎 沒有問題 我想這個我特別強調一定要尊重多元 就是用不同的思考角度 謝謝 當然不是只有花蓮台東 我們這邊還有宜蘭縣的程委員 像這個蘇花蓋 蘇花蓋你覺得有沒有必要 蘇花蓋現在他執行已經到了可以說是後半階段了 應該是目前的這個執行狀況應該會順利完成 那不過他是不是要進一步再去擴充 我想這件事情我們一定會來跟相關的地方政府在研究 希望你這個回答就很好 這個就是要跟地方能夠切實的去了解 而且如果有什麼什麼東西就能夠改運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地方 這個要求 反正是它的 什麼東西 你不進行 我們不進行 我們不進行 到了這個地方 因為沒有改善 因為沒有納入書法改 就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要做一個前盤的考量 其次 花東最迫切需要的 在今天你的報告裡面 尤其是你的 當章的這個報告裡面 也提到了 特別提到了 東部鐵路一票難求的問題 這個確實是最需要 最需要的 雖然現在所謂的 這個電子過票系統 新的還沒有完成 才截標而已 但是我不認為 現在是沒有辦法做 是可以做的 先說明一下 端午節 這個實名制的一個 打算怎麼做 今天報紙那個到底是 已經在規劃了嗎 對 我們 規劃完畢 我請周局長跟你說 好 好 我們規劃完畢 大概就是 原則上就是 我們是採取 比較人工的一個 作業方式來輔助 那麼我們是有七個車站 松山板橋跟台北 還有花蓮跟玉里 台東跟觀山 所以七個站來售票 是每一個時段都有嗎 還是只有 我們是6月9號 一班台北到台東 那麼6月12號 一班是台東回台北 所以只有一班 對 因為這是屬於事辦性質 那因為是全面是用 人工作業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拿車票以後 我們的票務人員 在售票的時候 有沒有針對這個花蓮台東的民眾 對 就U跟V 是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了 但是這個部長 是 這個你這邊談到了 窮盡科技和管理智能 這個電子的部分 現在他要用人工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可想而知 我們努力 要做的事情 要努力的事情是很多 但是以現在的系統 我認為還是可以做 不必用人工 你只要做到說 你所有要用U跟V 要去購買的部分 全部 你一樣網路 網路購票 定位 網路定位 但是只能去 第一個 台鐵 所有台鐵的車站 你要憑身份證 因為有按照號碼 身份證號碼 憑身份證去購買 因為台鐵 所有的車站 要去購買 他一定會看身份證 到哪裡 到郵局 現在郵局很普遍吧 部長 郵局很普遍了 到郵局 他一定會看身份證 所以不會有問題 只有會看 不看身份證的時候 只有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不會看身份證 所以 也許這次要改來不及了 下一次中秋節 目標設定在中秋節 一樣可以網路定位 然後購票一定要到 鐵路局的所有的車站 以及所有的郵局 這樣一樣可以達到 這個實名字 不一定要把那個 名字放在票裡面 請問一下機長 你這次的這個試辦 是會把名字放在票裡面嗎 我們會把身份證的最後三碼 寫在車票上 那也請 也呼籲大家 是人工寫嗎 還是打電腦 人工寫 對 所以查票的時候 列車廠會 像對統一發票一樣 很快的心情 幫發動民眾服務 警長 部長 所以 剛才我講的 這次端午節可能來不及 以中秋節做目標 一樣可以網路 但是限定只能在 這個火車站 所有的火車站都可以 以及所有的郵寄 現在郵寄非常普遍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可以嗎 一定我們來努力 我們來漸進的努力 謝謝 這個 花東的交通建設 有非常非常多 需要 籍帶去解決 去改善的部分 當然今天我 沒有辦法一一的來列舉出來 沒問題 希望部長 能夠很快的 能夠到花蓮 台東 包括當然 一定要經過宜蘭 一定要經過宜蘭 到花蓮 到台東 去實地了解 有哪些 有哪些交通建設 所以不能以這個一張紙 當然我相信 剛才按照你的說明 你不會用這一張紙 而是會實地的去 跟地方實際的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 一定 您放心 好了 謝謝 這個部長 你知道交通委員會 人不多 但是 花蓮有兩個 立委在這裡 台東有一個立委 還有宜蘭一個立委 還有一個原住民 我也是原住民 還有一個原住民 簡東民 為什麼這麼多 就是因為 我們在 所謂的台灣的偏遠地區 的交通 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所以務必 你不要先去跑什麼 西部的這些 先 在桃園這邊 桃園鐵路地下的話要了 所以這個其他的 就請部長 務必能夠 站在 在整個台灣的交通建設 在一個前提的一個發展之下 當然 南迴鐵路 你不能停啊 南迴鐵路 現在已經在做了吧 你知道南迴鐵路嗎 是 你了解多少 對對對 他電氣化已經在做了解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 這個電氣化的部分 還有這個雙軌的部分 都要 要花一些時間 能夠到我們花蓮台東還有宜蘭 好不好 了解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現在委員 接著請鄭運鵬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請賀成部長 好 請賀成部長 鄭委員長 部長好 那連續鄭保青委員 鄭天才委員和我 三位先質詢您 這三政連在一起 是好兆頭啦 我們不是要三政賀成丹部長 我們是要三 一起來三政交通問題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那 部長一上任 今天第一天我們的新政府 來參加立法院的委員會 大概只有三四個委員會 召開 那我相信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要讓我們新任的首長 有一些準備的時間 但是因為部長我大學的時候 有修過您的課 不敢到 然後上一屆第六屆的時候 也有跟您共識過 所以我對部長很有信心 您絕對是大聯盟等級的政務官投手 不敢當 所以我們在一上任 大家今天看各大媒體 那您就投出了兩顆快速球 兩顆快速球 所以今天現場有那麼多測速槍 在對著您 您的先發我相信受到很多的矚目 那這兩顆快速球 一顆就是 針對我們假日 那是否夜間的國道免費 那第二顆就是針對我們的 台鐵的實名制 這顆我先跟部長您報告 實名制我認為一定是好球 但是取消假日夜間的免費措施 這個有可能 我覺得是邊邊角角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 首長那個部長如果您有其他首長要上來說明 就請便 自便沒有關係 好 了解 謝謝您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邊邊角角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顧慮到的是說 夜間的事故率高 這個部長沒有錯嘛 但是如果我們因為價格 我們的收費調回來之後 那應該多多少少會造成它夜間的車流量變少 那車流量變少 我們的速度會加快 速度這加快 其實也常常是我們事故原因之一 我們今天的報告裡面也有講到 交通事故裡面 大概15到25歲的佔比很高 這個佔比有可能是年輕開快車 騎快車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也很麻煩 我認為試驗是OK的 那但是如果是在 我們減少車流而速度增加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在我們端午節的 這個段期間的夜間 那您可以加強我們的交通管理 跟安全的宣導 這部長是不是可以承諾 一定 這個是我們不但是說夜間要加強 我們也會在白天的時候 對於可能的任何緩慢速度下來的原因 都會加強執法 排除大家的困難 是不是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其實夜間不是完全只有說是車少車多的問題 假如你的車子經過那個 我們的e-tech reader 會收費的話 人會有個心理 他會照相把你記錄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在某個程度 你會讓自己覺得說不敢超速太快 所以不收費 其實有的時候反而讓他覺得說沒人在管 他就比較開得快一點 這個才是使得我們 連續假日夜間收費的 夜間不收費的時段 他的車禍比平常人還要高 平常夜間還要高 就是在這原因 那聽您的回答就表示說您研究過 但畢竟我們已經 常常夜間優惠多年了 所以這一點上面我覺得 不是收不收費的問題 而是安全的問題 不要因為我們宣導不良 管理 管理不當 而造成更多的意外 那反而是您這樣的方向 那個實驗失敗 我是希望說這個邊邊角角的還是好球 希望你投兩顆好球 謝謝 那接下來我就今天第一次 那個 那個施政報告嘛 所以我跟部長大概就廣泛的談論一下 我們 您未來四年會面對到的交通的 交通部的業務 來 請指教 我先想請這個部長 跟您請教一下您的意見 如果以部長的角色最近流行 我們上大聯盟三位投手 您認為您的角色是 是先發的陳偉英 還是中繼的王建民 還是救援的曹錦輝 哪一個你覺得比較 你比較適合您現在的角色 跟您的定位 部長我先跟您報告 您應該是我們內閣成員裡面 算比較晚被確定起步的 比較晚被宣布的 但是您卻在第一天裡面就先發上場 而且表現很好 部長您認為你的角色應該是適合哪一個 或者您的定位 我不敢說定位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第一天的入閣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扮演先發 一定要扮演先發 部長不錯 您有這個信心 可是在我們從2月1號 我們上任以來 我看到交通部其實 講真的很辛苦 先發中繼跟救援就要做 我等一下先再跟部長說明 那部長有信心擔任先發 我相信您左右頭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回顧一下 我們這個投手這個角色要做什麼 蔡總統在就職演說 部長您也在場 很重要 蔡總統在第一段裡面就講說 人民選擇的新總統 新政府 所期待的就是四個字 叫做解決問題 這四個字您部長您當天有聽到嗎 有 所以一開始我說我們三位連續的政委員 不是要 是要三政交通問題 解決問題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不管在哪一個角色上 或您任何的決策 我希望可以協助我們整個政府 跟交通委員會來解決所有的交通問題 來 那部長我先跟您整理了一下 過去這三個月來 我所觀察到的交通部的四大問題 那看部長您的認知跟我們一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機場捷運的通車 我認為這是救援 到現在六度跳票 一千多億的工程 所以您這個救援投手要擔任的好 然後我相信各界就會有信心 第二個是討回國產 這是中繼的角色 現在進行到一半了 部長您知道這討回國產是什麼內容嗎 您應該特別專關注的是電信和郵政協會 對 從日本時代到現在 然後中華電信局變成中華電信又民營化了 所以加起來有人說上百億 有人說上千億的 討回國產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 期待說部長您 繼續進行 那為什麼是中繼 因為這有可能遇到官司 所以有可能不是短時間之內可以處理的 像堂鞋就花了八年打官司 所以這個中繼角色 期待您要處理好 第三個就是回得了家 這就是先發了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在國道上面也好 或在台鐵 東部 西部都有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是回不去 買不到票 有時候是無法安全的回家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您的第一顆快速球 就是試驗實名制 所以這一點讓大家回得了家 那我想這一點也希望說 部長您好好擔任先發的角色 最後就是保住飯碗 這個也是先發角色 部長您知道我說的 保住飯碗是指哪些業務嗎 您是不是在提高速公路收費員的問題嗎 部長您想的比我還多 這個是其中一個 到現在他們400多個收費員 還沒有妥善處理 不過這也未必是交通部完全可以掌握的 也希望部長您多關心 保住飯碗這個我注意到有兩個 第一個是對於Uber 它所造成的衝擊 這全世界都面臨到了 但是我們現在交通部的方法 就是用釣魚的方式罰款 罰了5000多萬 它就算繳了也跟你打訴訟 那它影響到就是合法計程車業者 跟租車業者他們的生計 第二個是Airbnb所造成的 日豬套房的現象 它對我們民宿業者可能造成的衝擊 然後包含說我們現在面臨到的 我們可能 觀光來台人口的結構改變 所以這個保住飯碗 那部長您在不同的新的時代 您可能要面對這些還沒有啟動 的一些產業結構上的調整 我也期待也希望部長 我們先保障合法的權益 然後一起來解決這個現代化的問題 好不好 大概這四大問題 部長您覺得是您的工作重點嗎 我想完全同意 而且特別是 您提到的第四點 雖然列為第四 可是其實恐怕這個是交通部 最大的一個挑戰 是沒有錯 因為這裡面代表的是 科技和消費者的期待 和既有的產業生態中間的一個權衡 對所以部長這個 因為 政策都還沒有啟動 所以這個角色我也期待說 部長我們跟所有同仁都一起努力 那部長除了這四大問題之外 您有沒有在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上 解決問題這四個字 您有沒有您認知的其他大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雖然口口聲聲 為年輕人著想 但是我們好像忽略了年輕人 他們在交通事故上面死亡的 佔這麼高比例 這件事情我們如果不救助的話 我們對他們其他的照顧 都變成是有一點不夠落實 這個應該是 部長您思考了好多年的交通政策 您有沒有什麼大的方向 可以有一點時間 讓部長您來對媒體來說明 我覺得首先 當然是我們要對於 現在的交通商網的定義 我們要面對它 不要只是抱一些低的數字 來安慰自己 第二我們要跟衛福部 一起合作來了解 真正的這個車禍 所造成的一些原因 這個上面牽涉到醫學 還有我們其他的 這一些現場的調查員 他們的數值 這個上面我們要來全面講強化 最後一個是 我覺得是全民的意思了 我們今天這麼多人死傷 有很多其實來自於 不管是自己酒駕 或者是別人酒駕以後 造成的這個傷害 怎麼樣使這個酒駕 這件事情變成是一個 共同的勸說 這個沒有辦法 完全靠交通執法 必須是一個全民的意識 我們來努力這件事情 OK 那很高興部長 您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總統是 要幫青年人找到好工作 加薪 那您要處理的是青年人 不要浪費生命在交通上面 有命才能有辦法賺錢 所以也期待我們交通部 會有新的作為 好 那因為時間不多 我跟部長先談第一個問題 是 就是在機場捷運通車的問題 剛剛部長您有 跟鄭寶欽委員的巡答 裡面有提到說 要成立一個客觀而獨立的 調查委員會 我先跟部長就您 今天的施政報告來說明一下 來 下一張 這個我都公平 在我們剛上任的時候 對於陳建宇前部長 他也很努力 他在提到機場捷運的問題的時候 在他第一次 跟第九屆立法委員 跟委員會的報告裡面 他只有200多字 的書面報告 但是我們在禮拜五 接到部長您的這一份 這一份施政報告裡面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部長您報告裡面 所提到的機場捷運 您只有46個字 所以一樣的標準 我對陳建宇部長 當時的報告很不滿意 那部長我們就46個字 所以我就今天就教於您 這46字裡面還包含了 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這10個字 所以部長您看過這一份嗎 看過 我想請教您這件事情 就是說 您目前為止 對於機場捷運的認知 是怎麼樣 剛才這個委員會 那何時成立 那您期待他多 您期待他多久完成報告 那他的組成是什麼 是哪些人 然後您的角色是什麼 好不好 這四個問題 跟部長您請教 好 首先我的了解是 這個機場捷運 現在大家對於他 他要達成的目標 包括他的車速 等等這個部分 對 究竟是技術的問題 還是廠商的 這個不夠負責的問題 那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看起來 社會上的了解 還不夠透明 那這個是變成 所有問題的核心 因為我們究竟是 對這個 他的責任 或者是他的技術的問題 障礙在哪裡呢 我們希望尋求一個 獨立客觀的 這個委員會來了解 那這個委員會 我個人就希望說 他既然涉及到 購技術 可是又涉及到說是 廠商責任 這樣的事情 我們希望不是 由現在的 當事的 不管是高鐵局 或者是 甚至於也許一部分 是桃園市政府 我們希望是由 公共工程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 比較超然的一個機構 來召集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他的成員 我們也希望 他在專業性 跟他的 對於合約的 這個處理上面來講 他具有國際上的 一些經驗 來幫助我們 把這個整個事情 能夠更客觀地來衡量 委員會的這個組成 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們希望 各相關的 這個幾個主要的機構 都推薦人 但是由 公共工程委員會來召集 交通部在這個角色上面 是樂觀 我們委員會的 獨立和超然 但是我們也希望 他們能夠顧慮到 這個工作已經嚴格很久 能夠使這些委員會 盡快 能夠來把我們關於 剛才所談到的 這個疑端 這個爭論 把它釐清 後面處理的程序 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 能夠趕快進行 他該有的安全 還有旅刊相關的工作 好 那部長 最後兩個問題跟你請教 不好意思 趙薇在擔任 耽誤點時間 所以第一個 我們交通部的首長 包含您 您也不擔任 裁判的角色 也不擔任 委員的角色 不會 這個可以確定 所以你們就是 被檢驗的對象 是 被查核的對象 是 那第二個 就是說 您剛才回答 鄭保卿委員的時候 你也希望說 一個月內成立 是 兩個月內完成報告 兩個月我沒有 剛才沒有說 我只有說 等他們成立以後 我們來請他們盡快 在專業上面 尊重他們的專業 盡快來處理 就讓這個委員會 來決定 什麼時候完成調查報告 是 我是所以會說 兩個月 就是說 20年前 台北市的捷運 那時候要處理 馬特拉的相關的工程爭議 那他大概是兩個月完成報告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 當然機場捷運的複雜度又不同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如果未來您擔任 那個 我們貴部擔任委員會的 幕僚單位的話 你也可以把時間 納入考量 一定 那我不要求通車時間 因為這是安全問題 好不好 但是 也期待說 您的先發救援 跟中繼的角色 可以任務圓滿達成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請陳歐破委員 謝謝主席 一併邀請 交通部 貨部長 觀光局 謝局長 謝局長 港務公司 張董事長 中華郵政 翁董事長 中華航空 張總經理 陽明海運 盧董事長 中華電信 盧 石 總經理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首先恭喜 部長 容認我們新政府 最重要的部會 不敢到 交通部 那 當天 蔡總統520 就職的演說 我相信 部長有聽到 是 請問一下 那個部長 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哪幾點 我想最重要的是 這個 總統一直在呼籲 團結 那第二 他希望說是 要這個 解決民眾的問題 要帶著改變 現狀 這樣一個決心 謝謝 好的 那因為 蔡總統的就職演說 受到全世界 以及各界的一個 肯定 那我特別整理了一下 大概 是國際的媒體 跟學者給予的肯定 有幾項 第一項就是 維持兩岸的和平 蔡總統說 台灣 將自力維持兩岸 關係的和平穩定 會做一個和平的堅定 維護者 第二個 肯定 新南向 政策 肯定蔡英文 提出的 新南向政策 並期盼 台灣加強 以印尼的經貿合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 蔡英文 研修 舊子舊後 新南向政策 方針指導之下 相信 台印雙方 會有更大的 發展空間 那另外一個 國際大推崇 就是 蔡英文是一個 看似害羞 實則堅定的領導者 那當然 這三點 是我整理出來的一個 各界對 總統的肯定 其中有一項 肯定 新南向的政策 這方面 我想 舊教育 部長 不敢當 本席曾經花了很多時間 到鄰近的國家 那也 實地去 這個 訪查我們 台灣各地的觀光產業者 那 事實上 觀光的發展 已經變成 台灣 目前大家 認為可以為 台灣創造 再次的經濟奇蹟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 蔡總統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 新南向的政策裡面 光光的發展就變成非常重要 剛好在5月15 5月17號的登天 我在立法院也成立 台灣跟印尼 台灣跟 柬埔寨 台灣跟緬甸 國會議員的友好協會 來落實這樣的 國會外交 我希望 我們這些 國會的議員是 台灣 欣然向 政策的先行者 但是一定要政府來當後盾 首先 我就想 跟部長 提到 目前台灣觀光階段 面臨的問題 是整形期 而不是 這個 轉型期的問題 所以 這個整 調整跟這個 整頓提升的意思 所以 我這裡有提到 四個方向 給交通部作為參考 第一個就是 多元調整課研 多元調整課研 我想這個問題跟 謝局長也多方面討論 我希望配合 新南向的政策 我們 觀光局的發展 可以多招攬一些 這些國家的客員來台灣觀光 我相信這個對我們整個 在 整個在 整頓或調整 這個觀光的策略上是有很大的幫助 配合這個新政府的想法 第二點就是我希望能夠改革 殭屍的一些法規 這個我也想說 第三點 我們希望能夠 整頓 台灣 內部的一些惡性的競爭 那第四點 我希望一直 提高我們這個 觀光的位階 至少 未來我們是不是在 交通部的組織裡面 能夠 把觀光這部分 怎麼樣納入 一個提高它的層級 我想 這個觀光的發展很重要 那 再次的跟 部長恭喜 哪裡 那 因為 總統已經有提示這樣的一個方向 是 那我希望 其他的 我們的不管是 中華郵政也好 台灣港務公司也好 我們華航 或者是我們 陽明海運 還有我們這個 相關的 有關交通部所屬的這些 我們是不是也一起來努力 比如說我們很多這個 港務公司的 這些相關的 目前合作的夥伴 是不是有 台灣的港務公司 帶領這些 到 印尼也好 到菲律賓也好 到越南也好 我們去發展 我們的船運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們台灣整體的經濟有提升 那 當然相關的投資 我想說希望 其他 各 各公司 也能夠 有一個整體的一個思考 在總統的這個 獲得 全世界大家肯定的一個方向 裡面 我們好好來努力 那我想這個對我們 整體的觀光 跟資源 跟經濟的發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我請其他的首長先回座 接著我想 就叫部長就好了 部長 從你今天的業務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說 要從交通建設 為主的機構 轉變為落實 交通服務的組織 是不是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你今天的報告 你有六項的一個具體的內容 工作重點 我個人肯定 但是我要提醒你 這個轉變 會帶來更兼具的任務 建設比較容易 管理其實比較困難 我個人真的是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管做得好的話 也可以減省 交通建設的支出 我個人非常贊成 但是不要說管也沒管好 建設也都沒有 了解 那可能會 要兩頭空 所以 針對你這樣的思維 我想 交通部也會 要整體動起來 又有一個交通很大的變革 跟我的時代來臉 那 我 當然 我也贊成說 交通的問題 是非常的複雜 那 蔡總統 在就職演說裡面 特別提到 人民選擇了 新總統 新政府 期待的就是四個字 解決問題 那我在這裡 互相跟你勉勵 說 別要 別站在高峰 孤方赤賞 請低頭虎視 無土無民 議員 我 期待 這個 部長 在未來的 施政 能夠 有這樣的想法 所謂 這個 政道仇人 我們希望說 在未來的這個 不管是問政在 施政方面 要以蒼生百戀 為重 解決人民的問題 那部長還記得 我 初次跟你見面的時候 有給你提的三個建議嗎 就是在 上禮拜三那天 你那天在職校 是是是 記得嗎 我沒有在在手邊 我講不到一分鐘 我說 我說我不跟你談個案 我今天提三個建議 是是是 那你可能 那天很多委員見面 那我再提醒你 我沒有帶那個本子來抱歉 沒關係 那我再跟你 分享我的想法 是是是 我認為行政跟立法 要互相尊重 所以我給你提的 第一個就是要互相尊重 因為民進黨前面執政之後 更應該透過 行政跟立法的相輔相成 讓施政成功 所以我期待說 部長能夠 重要政策 能夠都跟我們 立法委員大家溝通 來說明 如果都沒辦法 說服我們的話 那怎麼可能說服別人 瞭解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要講道理 要有理性 我常常碰到 就是專業的傲慢 轉專業 講專業 我們也沒有一個人贏得了你們 不敢通 就是 過去我就發現到 我們政府裡面的官員 就是轉專業 講權力的對等 所以問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溝通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你 這叫講道理 所謂道理就是 你覺得有道理 人家覺得有道理 大家的道理可以走得通 這個叫道理 不要你們自己覺得通 我們覺得不通 也不溝通 也不協調 我覺得這個不理性 第三點 剛好跟蔡總統講的一樣 要解決問題 對不對 是 一個交通建設 我想不應該從這個 需求跟分配方面的思考 這個問題 瞭解 現在 我想請教 部長 這個 我們台灣 就是東西南北 還有離島 本島 長期以來 縱北親南 然後縱西親東 部長知不知道 台灣現在 西部有幾條快速道路 應該是12條 好不好 那有幾條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現在就是國一 和國 這個第三號國道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一些橫向的什麼 10號啦 62號啊等等 橫向有5條啊 縱向有2條啊 那東部有幾條啊 東部現在應該是快速道路 和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有幾條 國道有幾條 只有大概現在就是國道5號 有延伸到一部分宜蘭地區嘛 對啊 那西 東部都沒有快速道路嘛對不對 所以 東部要一條快速道路 宜蘭縣 卑微的要求 平連段 比照橫向不收費 結果你們 講的道理 實在是不能讓我幸福啊 對不對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你要怎麼解決 沒關係 我們以後再講 這個我們一定會 特別來到您 服務處 跟您做詳細的說明 要公平正義啦 了解 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公平正義啦 了解 東部人也不是 要什麼 要跟你施捨 中央政府要什麼錢的問題 建設的問題啦 了解 了解 但是同樣都是 都是台灣人啦 這個 東 西部的一個 均衡發展很重視 是 很重要 那 那我再請問你 東部有高鐵嗎 東部沒有高鐵 沒有高鐵嘛 東部有幾條鐵路 東部現在 就是傳統 就是我們以前台鐵這一條鐵路嘛 鐵路嘛 對 那部長知不知道 國道八條裡面 最塞車最擁擠是哪一條 國道八條裡面 應該現在是國道五吧 對啊 鐵路呢 一票籃球 經常霧點的是誰啊 比較在北迴線 跟這個 七堵這邊 都有一點比較困難 所以你看 東部的交通這麼的困難 那我 我不要問你這個怎麼解決啦 我給你三個月 這怎麼解決東部的交通問題 怎麼解決我們國道五號塞車的問題 大家理性講道理來共同面對 因為現在 東部的鄉親真的碰到這個型的困難的問題 所有的這個 交通 這方面的政策應該要公平對待每個國人 是 那 橫向不收費 那鄉親為什麼收費 這很奇怪啊 對不對 那有的國道到現在十幾年都不收費 那宜蘭縣國道 國道五號從 十年前到現在沒有一天沒有不收費的 這很奇怪啊 對不對 所以塞車塞那麼嚴重 問題永遠沒辦法解決 部長 宜蘭人最重是環保 我跟你講一個事實 直線鐵路 你寫的報紙寫的 你寫的那個是曲線鐵路不是直線鐵路 那個 那個從南港到大溪到宜蘭 這個只省18分鐘 400多月錢 宜蘭人反對 我代表宜蘭人反對 但是我宜蘭人贊成直線鐵路 從 南港到平林 到宜蘭 省一個鐘頭 只要40分鐘到宜蘭 而且 過去十年 我們對環境監測 國道五號通車之後呢 對 萎萃水戶的水質 品質 是比較好的 所以 開通 北宜直線鐵路 對萎萃水戶的品質 絕對會更好 不會影響到它的生態 它的水質水量 所以這個是很正確的一個思考 所以 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跟你好好討論 我先把這個事實 呈現出來 我們希望 交通部呢 能夠解決問題 不管你現在用 落實交通管理面來講 或者是減少 這個交通上不必要浪費來講 這個方向我贊成 但是要解決問題 我們共同來面對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陳後部委員 我們接續請 葉宜町抓去委員 發言 請部長 好 賀成部長 部長麥克風 葉宜町惟好 謝謝 好 部長好 部長 交通委員會呢 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呢 該說該問的我們還是得問 是 請 也希望你能夠體認這一點 沒有問題 恭喜你今天第一天上任 不過我對於交通部 第一天上任的起手勢不滿意 就是昨天晚上宣布 要取消連續假的夜間優惠 這一點當作你的起手勢 事實上 我相信 很多人 會覺得不滿意 雖然你們說了一個 讓人無法 反對的理由 叫做安全 是不是 來 可以 我讓你再說一次 這個安全的考量 數據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這個新聞稿裡面 有給您做參考 就是我們現在 夜間通常比白天 死亡人數要增加 那麼同時 增加1.4倍是不是 你們昨天跟我的說明 對對對 1.4倍 然後我們在這個 連續假日的時候呢 他的比平常的晚上 這個死亡人數又更多 更多多少 有數據嗎 我們請陳局長說 好快點喔 我問題很多 快點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在深夜的這個 的那個 時段裡頭 他造勢的情形比白天嚴重 他那死亡事故的比例呢 大概 不是不是 不要故意拖延我的時間 我要的是 因為 夜間 不收費 而比平常夜間 收費 增加的造勢率 有多少 這樣才準啊 不是嗎 好 沒有數據的話 你們就是沒有充分的準備 就這樣子來 要 要這樣來做 這恐怕 有待商權 夜委員 我們馬上提供 這件事情 我們不會這樣馬虎的 您放心 好 是 請馬上提供 好 就算這個理由是 百分之百的充分 安全 沒話說 只要安全考量 我們都完全支持 OK 這個數據 我們等一下 看你的數據 但是 部長 有一個事實 就是 事實上 連續假呢 因為 夜間 不收費 事實上 是 真的 有達到 疏解 交通 這個事實 你不否認吧 看 這個假期的性質 端午節是 所有這些連續假日 裡面 大概人數比較少 它的效果 相對來講 也不是那麼明顯 這個不是 不是我們兩個說了算 這一樣 會有數字 一樣應該 交通部 現在 在今天 都應該提供 不要我問財提供 都應該主動 提供的數字 叫做 平常 沒有收費 的連續 收費 跟不收費 增加的車流量 你們應該要有數據啊 這才是你 今天告訴我們的 要 窮盡科技 管理之能 不是嗎 是 好 所以希望下次準備好 一定 因為時間非常寶貴 所以我今天質詢了 五分鐘 沒有得到答案 好 部長 下次要改進 好 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 肇事的一個情形 就是剛才委員提到 就說連續假期 跟 比起一般 跟委員報告 大聲一點 因為我這個是現場錄音 是 靠近麥克風一點 在連續假期的時候 這個 這個 發生的肇事件數 大概是 137件 但是他天數大概只有27天 那在一般 假期的時候 是 總件數呢 發生是347件 天數是91天 那如果 範算成肇事的比例來看的話 那一般 的 的情形 連續假期 連續假期的時候 大概是 大概是 5.074件 然後 如果是 一般假期的話 是3.813件 所以我們剛才會講說 他的一個 肇事的 比一般 假期 同時段 高出 1.4倍 是這樣 來做說明的 高出1.4倍 好 這個理由 我接受了 但是 書解的部分 怎麼辦 書解的部分 就是剛才跟您報告的 我們其實在 目前這個 只有 知道說是 連續假日的 這個 端午節 車流數 比較少 至於說 所謂的 您剛剛提到的說 它會不會 書解 白天的部分呢 其實真的還沒有 經過完整的 對照 因為不會有一個 情況說是 我這一天不收費 那麼然後來 對照說是 第二天到底是 哪些是 從天天晚上 移轉過來的 不是 部長 不是這一天不收費 是 晚上的 車流量 會因為 你不收費 而增加 車流量 疏解了 白天的 車流量 這是一個 事實吧 對 這個事情只是 大家覺得 是如此 所以 你有數據 覺得 不是這樣嗎 我們其實沒有 看出來 那麼明顯 按照我們 學理上的分析 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沒有那麼明顯 車 車禍 怎麼會增加 1.4倍呢 車禍 是因為速度 跟他夜間 他的身心狀態 是嗎 跟這個車流量 沒有 是嗎 如果車流量沒有增加 那個 夜間 駕駛沒有那麼多 那他 出事力 就不會提高 1.4倍啊 這是很簡單的 邏輯啊 這主要是身心狀態 晚上的時候 開車 自己的身心狀態 對啦 對啦 你說的 跟我說的是不一樣的 我說身心狀態 晚上不安全 我同意嘛 是 但是因為晚上 免收費 所以增加了 晚上駕駛的不安全嘛 就是大家來晚上駕駛嘛 但是這樣就同樣 就疏解了白天的 車流量嘛 可是我們要的 就是希望生命 更可貴 安全 是是是 但是我現在 所以回過頭來 就問你 那麼 車流量怎麼疏解嘛 這些本來 可以晚上吸收的 這些 車流量 報委員 就是因為 其實端午節 整體的流量比較少 我們這一次才把它 當成一個專案來處理 經過在其他的假期 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們一定會用更詳細的分析 你這樣 我的時間浪費太多了 我們好好來想一下 謝謝 疏解的部分 我認為你所提出來的說 夜間 要求或者是建議 勸導 民間客運業者來減價 疏解 我認為這一招是無效的 我們來努力 公路運輸不會那麼快成績效 因為會使用 客運的 跟自己開車的 方便性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一招呢 如果有效的話 其實早就有效了 自己開車 絕對貴很多啦 絕對比 就算客運不打折 也便宜非常的多啦 這是不用 無庸置疑的啦 不過 好 這個問題我們會好好來討論 現在還在實驗階段嘛 來 部長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 公共運輸 如果夠方便 那麼 選擇公共運輸的人就會多 所以我們這個交通 要注意這個問題 是 來 我們就來啦 那麼 同樣在你就職之前講的 這一點我要肯定你 你說不必要的建設 將來 不要再做 我認為這個完全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會有人 對號入座跳出來罵 難道他承認他的建議是 不必要的建設嗎 是不是 不必要的建設就是一種浪費啊 而且還是環境的浩劫啊 但是 必要的建設還是要做嘛 對不對 是 所以我不覺得你說不必要的建設 不用做 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 謝謝 不過 必要的還是要做 譬如說 我要說的就是 公共運輸 永遠都是對的 我認為 是的 公共運輸 讓 社會大眾有便宜的 便捷的 使用 能夠 高效能的 那當然是好事 就應該做 來 民眾不搭 公共運輸的理由在這裡 非常明顯 太遠 不方便 太麻煩 不習慣 好 所以 我認為 公共運輸是 我們將來非常 要注意的一點 譬如說 我們 各 都會區的捷運 這個錢要花 就 就算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我們還是應該效法 其他先進國家 我們先規劃在那裡 人數 市場 夠了以後 隨時可以 做 第二期 第三期的 這樣來處理 好 我們前面浪費太多時間了 被你們拖掉一點時間 下次希望不要這樣 這個是以前國民黨常用的 不過我希望我們的官員是勇於負責了 來 去年我們審查交通部的預算通過一個決議 要求交通部對運輸業要法制 的話 請問 有沒有這樣做了 進度如何 事務官來回答一下 因為政策是延續的 這已經去年的事了 不要每次都只有用行政命令來管理 跟委員報告 根據院裡面 貴會的這個要求 我們已經 有請運輸研究所分別針對 我們在 這一個所謂的接軌 國際的這個發展策略上面 我們對 內部 國內的這個運輸業的法規 應該要怎麼樣來做 調和 能夠來 與時俱進 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 有請運輸研究所在做研究 這樣過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只有還在研究 沒有 他已經有 應該有初步的 好 部長 這就是你說的 這就是你說的 科技管理 因為我們現在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我們一直說 Uber是違法的 Uber是違法的 可是呢 科技的進步 如果 這些 現在是違法的 其實是一個 將來的趨勢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 趕快 把 非法 納入 變成合法的管理 我們不是順他的意思哦 我們不是照他的要求哦 你不要每一次都逼到 人民都已經 大家都在用了 大家都非法使用 然後就地合法 過去的政府常常這樣 這是非常糟糕的 譬如說 這些Uber你說他非法 那合法的是什麼 合法的計程車 可是問題 合法的計程車 真的合法嗎 譬如說 合法的計程車 它是靠航的 靠航的只是你們的行政命令哦 靠航的出事以後 車行說不關他的事 司機 其實靠航對車輛 對司機 也沒有管理能力 也沒有約束力 跟Uber 差別在哪 部長 是 你有什麼看法 對您剛剛講的 最重要就是科技 給消費者選擇以後 這件事情和既有產業中間的衝突 我想我們絕對不能夠說 因為現有的產業 他們我們不幫他忙 或者是我們用取締的方式 機程設施 是要公平的 你要法制化 機程車需要法制化 他們還繳稅 要給他們保障 但是所謂靠航的問題 你們要拿出辦法來 把這些 不要你們選擇性的 看待所謂的非法 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待 什麼叫做合法 什麼叫非法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不是要求法令 去配合這新興的業者 不是為他們量身訂做 是要取其長處 有新的管理方式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努力 跟思考的好不好 好 一定 謝謝 謝謝葉趙紀委員 部長我在這邊提醒你 剛才葉委員所講的 交通安全的問題 交通安全現在 收費已經進入電子時代了 我是跟你溝通了 已經進入電子時代了 車速不會因超速 因超速跟這個收費有什麼關係 我搞不懂啊 你了解嗎 我下午會質詢你 收費 收費它進入電子時代了嘛 它車速經過 你要去抓 去抓這個超速嘛 你應該從超速去抓它 當然你如果講使用者付費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用這個 這個車禍啦 用這個交通安全的理由 來增加這個費用 我是有意見的 好不好 你請坐 我下午接續執行好不好 我們下面請 顏寬恆委員發言 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我想請我們那個交通部合成部長 好 請合成部長 好 顏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今天是你 這個第一次到立法院來培行 是 那 新冠上任第一把火就燒到了我們這個 連續 假日的國道夜間免收費 這個這個政策 我想這個政策是 以前為了改善連續假日所帶來 湧現的車潮 所提出的一個辦法 是 那 但是交通部在520上台之後 5月22號 也就是昨天晚上 臨時拍板定案說要 把這個即將 即將來臨的這個 端午節連假的這種夜間免收費的 這個時段11點到天亮6點的部分 要把它取消 那我想要請教 你 這麼做 是不是 是一個給予表現 想要向這個 這個新政府表態 還是說你這個政策 有沒有 接下來應該 會不會全面實施 除了端午典假之外 會不會全面實施 我們目前並沒有全面實施的這個打算 我們希望能夠針對這個專案 先來多做觀察分析 可是必須跟嚴委員報告 我沒有什麼要求表現 我是真的覺得 我們全台灣現在車禍死傷太嚴重了 我們必須用盡各種方式 來喚起全民的注意 原本他這個就是說 把這個擁擠的車流 把它分流到夜間時段 這是一個方式 那你現在你說你用這個 免費是最不負責的承諾 然後呢 就是說用這個 使用者付費 這個我也同意 但是問題是說 你把月間的這個 免費費的這個 政策取消 然後變成使用者付費 讓所有的這些人 可能就是說把這些原來 可以疏散的這種車流 把它變成又趕到白天去了 那一樣 使用者他又付了更貴的費用 但是卻無法避免更艱難的塞車情況 如果未來 如果未來 還是塞車還是堵車沒有更順暢 民眾他可不可以 向交通部球場 或者是要求退費 以前 嚴委員知道 以前之所以這樣做 是那個時候還不是用電子收費的方式 才會 比較是用計次 用人的方式 才會把速度放慢 現在已經是完全是電子收費的情況 其實整個收費程序是不干擾 整個車流速度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把這個免費的時段把它取消 他就沒有 他等於是少了一個選項 那他不需要等到大半夜才回家 他不需要等到說 一定要11點以後才上路 天亮才趕到 才回到北部或南部 是這樣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希望 能夠大家避免深夜開車的一個主要動機 但是是不是會增加白天呢 這件事情就是端午節這次來 挑這天來實施的主要原因 因為端午節的車流量整體來講是比較少的 這段時間我們來做 三大節日裡面它是車流量最小 但是也有30萬 對 30萬是4天 4天30萬 4天晚上這樣除一除 其實每個晚上就是大概差不多7、8萬人 7、8萬相對於我們高速公路容量 差不多是300萬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特別大的事情 那我想要請教說 它原本在 原本是不用付費的 那變成說 你現在一個政策轉彎之後 它變成一樣要付費 但是呢 可能得不到更好的交通品質 它接下來你面對的這些民眾的 這個訴求 或者說它的反應 你要怎麼去 對 報委員 我就是剛剛特別跟您講的 就是說 它的車流量 相對於整個高速公路容量來講的話 其實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改變 使得它變成好像車子塞車了 不會造成 我沒有看見這樣的 這種擔心 所以你不擔心說 會讓車流更擁擠 至於說 將來春節等等這些情況 它的車流量比較大 它的返鄉的這個考慮 我們會更來做更專案的分析 不會說是我們覺得這一次以後 就一定要如何如何 沒有這個 並不是這種先天性的做法 好 我繼續請教部長 你在就職前 接受媒體的這個採訪 你提出說 未來施政方針 不必要的建設你不要做了 那我想請教你 這個不必要的是誰說了算 有哪幾項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我想這個不必要 絕對不是我們個人說了算 我們只是整個程序 一定要比較完整的來審查 包括說就它的需求 以及我們考慮到多元的 整個環境的一些因素 那我想請教你 以下這幾項是必要還是不必要 像我們北宜直鐵 北宜直鐵部分 第二就是我們的蘇花改 第三個就是宋山機場的簽建 還有桃園機場捷運的通車時間 以及桃園航空城的這個規模 這幾項你認為必要不必要 您剛剛提到的像航空城 以及這個蘇花改 其實它都已經有既定的計畫 我們一定這些計畫是該做的 還是繼續做 至於說是機場捷運 那麼貴會也指教 我們希望有一個獨立調查 我們也會找這個程序來做 關於直線鐵路等等這些部分 那些還沒有成案 我們就會依照剛才原則 來好好的審查 對 我在這邊要替我們花東的鄉親 多多爭取 已經那麼多年了 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夠 花東的鄉親 就不能夠擁有一個安全的道路 炒了那麼多年 我想說要聽聽部長你的看法 你針對花東這個蘇花改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沒有對安全回家有任何保留 其實蘇花改我們在現在的執行 也就是朝這個方向 那麼關於直線鐵路的部分 以我的瞭解 我們東部鐵路最大的困難 其實在於容量 不是在於速度 所以要用縮短里程來增加速度 這未必是最好的方式 不過這些事情 都值得跟地方政府 大家來好好的探討 在整個蘇花改的道路的一個 我想最重要還是 我上次有跟公路總局有提過質詢 就是長隧道的救災 救災能力 是的 我只是提一下沒關係 因為時間不夠 沒有問題 那我想再請教部長 你針對 你有說過啦 你最大的挑戰 上任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 Uber 新科技的這種管理辦法 是的 這個不合法就是不合法 不應該 我想請教部長 你認為說 他現在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二選一選一下 現在看起來是不合法啦 那不過消費者非常期待 消費者期待 那 部長你不要在這個 是非之間的這種灰色空間 去加大力道 我想 他們既然沒有合法 在網路上面大肆 就是廣告就是藐視法律 就是藐視法律 所以說 有點霸王硬上公的意思 就是說他把這個餅做大 把Uber的餅做大 然後逼迫政府 跟他做這個所謂的有條件的合法化 這種溝通 所以我想 你現在已經 已經很清楚看到 他衝擊到 所有合法的這種 這種計程車業者 那也 我們也發生了這種 實際的這種 刑事案件就是說 使用者 人身受到威脅 所以不應該在現在還用這種 好像模擬良可的態度來做 不會 不會 我們剛剛說消費者期待 並不表示說 我們就覺得偏向於Uber 只是覺得說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讓計程車業界也 怎麼樣能夠朝向那樣的一個服務 來爭取他們的機會 所以你的立場就是要 我想眼前我們是必須要執法 但是我們要來輔導既有的產業 那執法 那現在法令定出來了嗎 現在就是我們按照 就是既有的法規嘛 那既有的法規上面 我們還是按照公路法裡面 該有的規定去對於 這些不法的業者 我們還是會來要求 我想接著繼續請教部長 在2001年的時候 你那時候擔任經濟部次長 不是 那個交通部次長 是 那個時候剛好就是我們中華電信 迷你化的時候 是 那 當時的國政顧問團以及財經團隊 依順序規劃的這種ADR 把全民事故還有恰特定對象認購的三大車類 是 三大政策 當時我們 雖然日本 韓國還有新加坡電信都積極布局 但是 當時的台灣是領先的 而且 美國高盛評估說中華電信的價值很高 渴望拿到市值的1.4到1.5倍 然後到了200... 那個時候你的態度是 你在那個對全球各地法人的一個說明會上 你說你要再想想再評估 那是2001年的事情 等到了2003年你轉任中華電信董事長的時候 再重新上路 那個已經疑似先機 疑似先機 當時的這個日本 韓國 新加坡他們已經卡好位了 中華電信 結果就變成恰特定對象認購 只有這一個選項 只有這一個選項 所以後來造成了 造成了這種 財團圖利和上下其手的這種弊端 也遭到我們這個監察院的四項理由 來向你提出糾正 所以 賀成部長你今天 來擔任我們新政府的交通部部長 我是希望說能夠 在 現在 現在國家正是處於這種舉部維艱的時候 我想要請教部長你 對於 一種現在坊間有人在 在一個說法叫做慢活的 賀成 慢活的賀成部長回歸 交通發展 流暴化 你有什麼看法 首先您剛剛提到中華電信民營化那段過程 2001年假如說當時民營化有稍微放緩下來 並不是我個人的決定 第二 有關後來我們是不是變成只有這個恰特定人的 這唯一的選項恐怕也並非事實 實際上中華電信民營化最成功的反而是他在ADR上面能夠獲得很多法人的外國法人的支持 第三 有關我個人是不是在監察院的糾正事項裡面產生什麼弊端 據我的了解恐怕這個也並非事實 不過這些事情因為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相關的過程 我是不是在跟委員在請教您所了解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再來做說明 最後關於慢活是不是就會牛步化這件事情呢 那我想就是看看我們對於慢活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們有些部分是需要慢才能夠體會它的品質 比如說我們的觀光 也比方說是我們對於公共運輸 我們如果純粹都是求快的話 其實說產生的不管是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對別人的妨礙 我們也不應該在我們的思考裡面完全不顧 那是不是會牛步化這件事情 我們今後用我們的執行來向委員證明 謝謝 但是如果想太久了或者是評估過頭 它還是影響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有時候我們變成說 在思考的過程還是要積極面對 那我想在接下來再請教就是 我們為了這個維護衝之鳥礁的魚權 我們政府有派出艦艇去護魚 那全國的國人都拍手就好 但是我們台中港 我們台中港將這個茅破區 擺增 範圍擴增3813公頃 限縮漁場 造成這個漁民被迫性的鯉魚 大約影響了900艘船 船法捕魚的權力 比日本政府更加阿拔 部長這種漁民的抗爭 你要如何解決 對 對不起這個案子 我讓這個同仁來說明 謝謝 報委 那個我們已經請那個 想跟那個農委會那邊好 看看移民的損失再估計出來 我們再來做做考慮 你們交通部跟農委會跟這個經濟部 就是說你們這個是跨部 應該要大家要做下來 好好把這事情處理好 因為你們總是踢來踢去 我們已經召開了三次的協調會 那個評估出來會跟經濟部 跟農委會那邊來做商量 然後報到行政院去 如果有必要的話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袁寬恒委員 你一個 你在趕時間是不是 好 我們蕭美琴委員發言 完畢以後休息十分鐘 請蕭美琴委員發言 好 謝謝趙惟 請部長 蕭美琴委員 好 謝謝趙惟 請部長 蕭美琴委員好 部長 我想 部長剛剛上任第二天 今天到立法院來進行業務報告 那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关心 未来整体的一些交通建设的进度 跟部长的态度 那么首先非常乐见 在我们的业务报告当中 对东部地区交通的改善 也多所琢磨 那么首先在公路建设的改善上面 有提到要继续推动台九线 梳花改的这个工程 并预计在106年起分段完工 那么部长这是 您也主张也支持要继续来推动 并如期完工吗 是 是的 部长支持 对 那另外呢 在这个台九线的南端 花东线之间的台九线的改善计划 我看又报告里面也有提到 这个交通部你专案计划抱怨 以加速办理改善工作 那现在也正在回复 行政院相关的这个提出的修正意见 是的 那这个部分也是会继续的努力来将它完成 对它已经成立专案 我们会来寻程序办理 好谢谢 那我想这个部分有必要来做一些澄清 那因为地方有很多的谣言 说苏花改会工程会终止啦 这个不再做了 那事实上经由今天的这个业务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要终止的是一些不当的谣言 制造花莲人恐慌跟对立的这些谣言 那在今天部长的业务报告以及态度的表达上面 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谢谢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铁路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有相关有关实名制的事办计划的报导 那我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方向 也很肯定交通部终于对于东部居民买不到票的这个痛苦 并提出了积极的解决的态度 因为毕竟这个议题我们也咨询也提案很久了 但是终于可以看到部长才上任第二天 马上就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要予以肯定 这是一个勇于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那用创新的方式 但是啊这个毕竟只是一个事办计划 毕竟只是一个事办计划 那在端午节廉假期间 其实来回目前只有各一班的这个事办 那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正面的第一步 但是效果应该还是会有限 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班 不是所有的这个花东居民返乡的时程 刚好是坐落在这一班 而且一般的这个容量 乘客的容量也是不符需求 所以事实上在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第一个希望能够常态化 不是只有廉价的时候 那第二个也希望能够在更多的班次里面 设置这个 比如说一辆或两辆的这个车厢的这个保留席 让东部居民可以居民来优先购票 那相关的机制在现在整个法规的延领的过程当中 但是还是希望未来能够扩大办理 我们会主动协调地方政府 是谢谢 那在这个除了协调地方政府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台铁的责任 地方政府其实过去多次在廉价期间是提出返乡专车的概念 那这个返乡专车的车票多数是都有各地方县市政府 自行在做贩售 那我们还是希望所谓常态化的概念 是在平常的这个台铁现有的班次当中 也能够纳入这个实名的保留座位 所以这个部分台铁还是需要去承担责任的 是 那部长的态度呢 对我想这个实名制至少在这一次是 就是用一个比较人工的方式 刚才好几位委员也指教了 那么今后一定是让它变成科技来跟它结合 同时我们会来加速办理 那关于这个地方专车这个做法呢 我们想也会尽量的把它的这个合理化的一些票务系统 我们也会来跟地方政府协调办理 不要变成只是一个地方政府单方面做 跟台铁又不一样的话 我想这个长期下来反而会使我们的一些路线容量 被这个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干扰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我想过去台铁在这个年节的一些 所谓的花东居民优先保障的 其实都还是依赖这个地方政府所提出的这个返乡专策 那有的地方政府比较积极 他提出的这个班次多 那有的地方政府他甚至是没有或者是比较被动 那这也产生了一些不公平的状态 所以是希望能够整体的纳入台铁常态的这个编组当中 那年节增加班次本来就是台铁也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能够保障所有的花东居民都想要回家的人都能够买得到票 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另外也是想要搭火车的人 也都有这个选项 所以在接下来台铁也有这个购车计划 那这个第二期的大规模的这个新车的购车计划 在过去预算是被要求在520以后来执行 那部长对于这个新的购车计划有什么跟过去不一样的想法吗 坦白说这个新的购车计划 我们只知道它的金额跟它初步的这个车总 但是详细的内容可能还没有时间能够详细阅读 不过我想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刚才跟其他委员报告的 特别在东部最困难的并不是速度 而是它的容量的话 我们对于它的购车的内容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来改进 对我们是希望在现有的倾斜 四列车都是只有巴结车厢的一个困境的情形之下 在透过新的购车计划来增加这个到至少12节车厢 也就是月台可以负荷的这个容量的一个极限 来作为新的购车计划 那新购的这些车辆也希望能够优先使用于东部 来满足目前东部并没有很多其他替代的选项的一个现实状况 那么除此之外在铁路建设本身的一个强化上面 业务报告里面提到了铁路电气化跟瓶颈路段的改善 但是东部事实上现在还这个可行性评估 也是接近完成的这个东部的增轨计划 尤其是花东线的双轨化跟北回线的三轨化 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有更多快速列车投入营运的一个状态下 很多的小站反而是失去了这个列车停号的机会 那所以快车跟慢车都有各自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路过不停的车 以及每站都停的或者是小站都停的车 各自都有它搭乘的这个客源跟它的需求 那我们要来增加这些不同需求的班次的话 铁路运能的一个增加 也是一个基本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在部长的这个业务计划里面并没有提到 像花东铁路现在只有单轨的这个情形 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瓶颈 让花莲跟台东之间的许多中小型的车站 它的停靠班次不多 造成地方能够依赖公共交通运输的能量 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希望这个部分我们也能够优先的考量 在未来所谓有必要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跟建设上面 优先考量东部铁路运能的一个实质提升 想这个东部特别是轨道运输一定是当成是优先的 而且是要当成有点服务地方的性质来走 我想这个方向我们会来努力 那这个方向我们也希望在相关的内部的可行性评估 达到一个段落之后能够尽速的 包括这个预算的编列跟后续的工程的进行 能够早日的来满足地方 这个客货运的需求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业务报告里面我也乐见看到 将这个DRTS也列为一个 这个接下来要推动的业务 那么DRTS就是需求反应是 尤其是在偏乡地区 对于现在整个客运 它的一个效能跟经济 应该都是会有改善的效果 但是我过去也不断的重申 目前的一个试办计划是以点对点的方式在试办 那如果只是单一点到单一点 应该是没有办法呈现它整体的一个 可以改善的效能的机会 那也是希望虽然还是以这个特定乡镇来作为试办点 还是能够扩大 至少你是以整个乡或是部分的乡 不要只是单一定点的一个试办 我想这样单一点点还是没有办法凸显它的效果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希望说 在下个年度的这个业务预算当中 交通部也能够优先考量 能够扩大这个试办点 那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出它的一个效能 对我们已经有十个地方了 不过我想前几天委员有指教 其中至少在预理这个地方 让它范围要达到一个够相的规模 这个事情不同的试办有不同的意义 我们会来朝这个方向努力 好谢谢 那我想今天早上也很多同仁在关心这个 这个Uber 以及这个新科技来结合 不同形态交通服务的这个问题 那但是我想东部的整个交通运输状况 可能跟一些大都会区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当然一方面也希望有这个需求反应式的 这些新的技术能够纳入 让东部地区民众叫车方便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所谓共产机制的活化 那现在的法规有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在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这个公路的这个公车运输路线没有含挂的这些点对点的这个大巴大游览车或者是中巴小巴的这个共产机制的一个活化 我们也希望在法规上我们能够突破能够有一些释放出一些共产机制的空间 我举个例子像现在墾丁大街其实都是人挤人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一部分的这个国际的客源能够让他拉到东部地区来 如果说能够从墾丁街上就有中巴或者是小巴九人做的这个合法的共产的这个交通服务 直接把人载到例如说到玉里啦到花莲其他各个乡镇来 其实对于游客的分流来讲 以及他的便利性都可以有正面加分的作用 那另外很多东部地区民众他碰到休假他要往返例如说高雄跟台南 那南回铁路的这个车还要是更困难的 有的还要去台东转程 那也是一样一票难求 如果说有大型的这个客运游览车或者是中巴小巴 能够产生一定的在规范跟安全保障和消费者有一个申诉机制的一种 开放性的共产机制的一个允许跟松绑法规的松绑的话 我相信对于疏解返乡需求的压力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毕竟很多点到点之间 在目前现有的一个轨道的运能上面是无法提供这个需求上的满足 是是是您刚刚讲的完全正确 这个其实应该也是目前计程车产业他们的一个方向 像在高雄的高平溪上游那一段 其实已经朝这个方向在事半 我们也希望跟地方政府的经验结合一起来改善计程车产业 那这个除了地方政府很多是涉及跨区的跨县市的 那这也需要交通部来做一些整合 像我刚刚提到墾丁啦台南高雄跟花东之间的这个交通运输 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整合以及法规上面的重新的松绑跟延宁 好一定谢谢 好 现在休息十分钟 那么待会陈素叶接续陈素叶委员发言以后 请各位把提案进出送到前面来 陈素叶委员发言完毕以后我们要处理提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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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accused 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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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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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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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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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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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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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偏遠地區跟原鄉地區有關交通方面的建設 你了解到底有多少 相關的工作當然還正在了解當中 不過我覺得原鄉偏鄉的部分 大概除了建設以外一定要加強管理 特別是對於營運上面的一些技術輔導 我們在這個上面正在努力 我現在主要的就是 我們看到都市的交通方面的建設都非常的好 而歷任的部長也都非常的努力 都有具體的成效 但是在偏鄉跟原鄉地區的交通的建設 真的是需要加強 是的 完全同意 在預算方面的邊內 我們始終覺得我們都是偏重在都市 所以在前幾任的部長 包括卸任的行政院長 毛治國 毛部長 還有葉寬史月葉部長 包括剛才卸任的陳建宇部長 他們也抽了這個時間到原住民地區去看看 我也陪他們去了幾次 所以我是深深覺得說 部長在忙碌之一有時候應該也要去看看原鄉 了解了解 在未來的這個部長任內 你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有 有這樣的規劃 你是怎麼規劃 現在當然這個規劃是希望說是 可能在是不是立法院的這個休會期間 能夠比較有多一點時間 多走幾個比較偏鄉的地方這樣子免得往返花掉時間 這個目前只是在時程上做這樣的安排而已 現在目前平原地區跟原鄉在交通建設的方面 當然是以安全 這安全是非常重要 是是是是 在三年前這個司馬庫斯 司馬庫斯因為交通車 這個發生重大的車禍 之後我們這個運輸業研究所 也調查了我們原住民地區所有的危險道路 當時這個原鄉跟偏鄉所提供的大概有431條 經過運輸業研究所調查整合之後 最後是111條 111條是西藥馬上改善的這個危險道路 而且這個大概所西藥運的經費 也把它統計出來了 上一次在院裡面總質詢的過程當中 我也提出質詢 當時毛院長也提到說 這個經費並不多 經費並不多 4.2億 4.2億不多 所以他說要專案來處理 但是他就已經卸任了 我想政府的所有的這個計畫跟工作 是嚴系性的 不曉得部長 是否了解這一點 我剛剛親同仁說 這個在院裡面曾經也有經過專案 那麼關於地方和中央也有一個分配預算上的一個安排 我想對於既有的這個計畫跟預算 我們一定會來尊重來加強自行 所以我們希望說部長能夠繼續來延續 因為這個危險道路 假如沒有做改善的話 直接影響到人民行的安全 剛才也有我們的委員也提到 真的是要公平對待我們每一個國人 另外還有幾條道路 八八水災之後 我們原鄉地區受到重創 現在有幾條道路 像台29線 還有台20線 跟台24線 現在這三條路線 大概到目前為止重建的工程 還沒有完畢 還沒有完成 這些委員在這個地方 順便提醒我們部長 能夠深入的了解 看看要怎麼去把這個重建的工程 能夠徹底把它做好 因為真的是影響蠻大的 前面雖然又努力過 但是因為長期 整個道路的這個基礎 幾乎受到重創之後 沒有完全都消失了 所以以老永逸的這種建設的部分 可能還要繼續來做 台29線就是桃園區 桃園區這一條 我們前任部長也去過好幾次 岳部長也好 毛部長也好都去過好幾次 包括我們成部長都去過 希望這一點 我們部長能夠繼續來把它完成 另外八八水災 我們提到八八水災 我們最近也看到地震頻繁 地震非常頻繁 而且今年的寒害也非常嚴重 寒害對農舟的影響 現在在市面上我們都看得到了 基於這樣的狀況 這個氣候變遷非常大的 這種可能 我們是非常擔憂 七八月到一直叫九月十月 這個訊息 到底會發生怎麼樣的災害 所以這一點我想這個 我們交通部相關業務單位 在繁范的工作方面 我想應該要開始加強 了解 我想那個部長曾經也當過 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過期八八水災 我們發生了之後 造成災害最嚴重 更加的嚴重 主要的影響就是通訊的問題 通訊的問題 通訊中斷到底裡面 發生了怎麼樣的問題 都不了解 不曉得怎麼去救災 這一點我想這幾年當中 我們一再的 也是希望我們交通部 針對這個通訊的改善 NCC或是中華電信 都能夠在這方面能夠加強 不曉得這個對 這個反正方面的工作 有什麼計劃 我想實際的情形 是不是讓我們中華電信 相關單位 特別是 我想因為沒有時間 好 我的瞭解應該是說 現在當然 過去只靠固網 可是現在在科技發展以後 可以靠微波 或是靠我們的行動電話 在科技發展以後 我們從事實上 你不要再提到 都會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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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再提到 都會抓到 接著 都會抓到 上一次你們在南部地區發生了八八水災之後 你們當然是有加強 去年又變成颱風又到屋萊這個地方來 重創屋萊 當時那個地方也沒有設置高康在這方面的設施 所以這個天然災害的繁范 我想應該也是我們交通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需要能夠徹底的把它做好 那部長因為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們交通部是在三十九年二月 明湖三十九年就成立了交通部 已歷任了二十四位的部長 那當四年以上的部長 任期能夠達到四年以上的大概有八位 大概有八位 三成 兩年以下就任期 有時候不到一年的大概有十三位 十三位 五成四 五成四 所以我一直在想 這個部長的任期的長短 應該是直接影響到 這我們有關交通部方面的業務的這個 推動的一個績 所以我們有關交通部的業務 能夠正常推動 實際講起來我們始終覺得說 任期越長做得越好 任期短 雖然說是延續性的 但是先生部長一上來說不定 很多的這個抽失跟觀念的做法又不一樣 我之所以提起這個問題 我就希望說我們部長在各方面的致力這樣的完整 不敢 而且對我們整個台灣的交通應該都說了如指掌 不敢 但是在看來我走提到偏鄉跟原鄉的部分 可能還要再加強 是 希望在你整個對我們台灣整個交通的這種計畫跟過強 因為你的任期能夠長久一點 能夠把我們的交通能夠把它做好 這是我對部長的一個希望 好 謝謝 謝謝您的起起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續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趙委員好 部長長 那個您上任就宣布我們的端午節有沒有 連續休假期間晚上的那個收費嘛 停收嘛 這個那你是鼓勵大家 老百姓晚上不要去開車了嗎 是不是 那你又說我們使用者付費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造勢率的提高嘛 是不是 就為了民眾的安全 你認為不要那個要收費 對不對 可以減少我們的那個用車用量 就車輛數會減少 然後會減少我們的造勢率 那我個人 那我個人 對這個問題非常不認同 那我太太是南部人 我經常 我一年三節嘛 幾乎 我大概 就像你講 端午節可能比較少人回南部 但是 要真的回去的人也不少 尤其是我們的春節 那回去人更多 那夜間 晚上我跟妳講 我這一二十年來 我都是晚上夜間行車 到南部去 為什麼 第一個 車流量少嘛 對不對 第二個 那個我不是為了 因為 不收 我們那個收費 我才開這個車的 我是因為 車流量少 那我可以減少我的時間 那今天你就為了這個收費 那個要收費 造成很多民怨 你這樣子一上任 好像送給我們老百姓 一份的大禮 就是收這個高速公路 晚上夜間的收費 我覺得個人認為不妥 那你說造勢力很高 高到比平常高 我常常 我跟你說 我都開夜車回去 我覺得 造勢力高 還有一個原因 不是你講說什麼 我們現在是e-tech有沒有 我直接衝過去了 我不會減速 看到e-tech 我也不會減速 其實民眾哪會知道e-tech快到了 我跟你講 一般都不會去注重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都電子化了 馬上速度都很快 就像你講的 就像過去的 110 或是100 它就過去了 並不會因為e-tech你有收費 它會把速度減慢 我想e-tech是收費的 它不是來取締超速的 不是取締你有沒有把安全帶 它不是這個用途嘛 所以說這個也不是你講的原因 所以說你認為事故率高的標準在哪裡 請你說明一下 事故率高是我們是依照這個 警政署相關的造勢 還有死傷的人數 所以我請陳局長跟您說明 是我跟委員們做一個報告 就有關那個造勢率高 尤其是在深夜清晨的這個時段 他那個 當然是他比較疲勞嘛 比較會睡覺嘛 造勢嘛 在一天裡頭啊 尤其是死亡的事故裡頭 佔的比例啊 大概有到達34% 這是就是晚上開車的這種情形 那剛才提到就是說連續假期的 那如果以連續假期發生事故的見數來看 它幾乎是一般假期的1.4倍 那你現在就是不鼓勵人家夜間開車嘛對不對 因為造勢率的關係嘛 死亡率的關係嘛 對不對是不是 那你 可是老百姓不是這樣認為 他認為第一個 我晚上可以不收費 你不要以為這一點點錢 民眾認為是很大的關係 可能部長認為說這一點點錢而已 而且我們高速公路局 他收了那麼多年 他不是預算沒有啊 他經費很充足啊 我們今天為了一點點錢 大概一天 一個晚上多少錢 局長 你說大概你算啊 一個晚上多少 一千 我們大概如果是以以往的這種情形 大概是850萬到一千萬 一千萬嘛對不對 我給你算過了嘛 你為了一千萬 你第二天大家 擁入高速公路造成塞車 那你分流的意義在哪裡 報告委員 其實真的不是為了財務上的理由啦 那我們真的是認為說是 當我們端午節車流量比較少的時候 讓我們來把安全這件事情 做一個開始示範的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來觀察一下 到底大家所講的 到了第二天會不會死 白天會造成擁擠 是不是會那麼壞 今天到春節 可能我們不敢這麼貿然這麼做 但是在端午節人數 這個車流量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來把它當成說 大家喚起對安全的重視 同時對於它的效率 或者它第二天的行車 會不會增加它的這個研製呢 這件事情我們來觀察一下 整個國家 你現在就是試做嘛 你現在就是試做嘛 試半嘛 對 當成是一個對安全的認知 我們怎麼樣來改善 那你沒有認為 你可以循序漸進慢慢的嗎 你可能說一半啊 是不是 那我今天為什麼提這個問題 這個我也不是說 我也不是認為說收費 不收費是不對的 收費是不對的 但是老百姓會認為 你這一點點錢 他認為他造成很多的負擔 那一般老百姓為了省這個錢 他會認為說 他晚上回去 車流量會比較少 我跟你講 最重要是達到分流的目的嘛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夜間 當初不收費 就是鼓勵民眾 晚上駕車分流嘛 是不是 那你今天試半了 那你能不能慢慢的 循序漸進去 這是你只要端午節 那我們收百分之五十嘛 不要說全部收嘛 是不是 你可以試半 我是建議啦 我是建勤啦 你不敢當 不敢當 你客氣了 交通部嘛 你們都是建勤嘛 我建勤 你交通部可以研議嘛 是不是 那民眾的聲音 那今天第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新聞嘛 全國版嘛 你也很清楚 那個LINE上面 大家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是 部長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那你的出發點是沒有錯 你認為這個造數率很高 那你有沒有講 國道高速景點 你晚上的時候要特別的有沒有 加強巡邏啊 是不是加強管 那個啊 抓那個超速的啊 是不是 飆車族啊 是不是 對對對 這些我們一定會同步的 來使我們的這個死傷 多元 尤其是連續假期 他們的有沒有 在高速公路的見景率要高啊 提高啊 是是是是 我常常看我跟你講 我在屏東啊 我從桃園開到桃園 有沒有像桃園頭開到桃園 那個台灣尾了 有吧 桃園頭開到台灣尾 我跟你講 我只看過一台警車 這個我們會來加強啦 我們把這個 既然死傷是我們在乎的 你見局力高 你有沒有 人家就會慢 今天不是看到你 那e-take他會慢的 他是不會的 他可能看到 測速照相器 看到警車有沒有 他才會減速 他不會超速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現在車子啊 都非常進步了 我想那個 疲勞顯示啊 什麼東西啊 他都有裝 都有裝設有沒有 他都會提醒這個 使用人 所以說 這個我是覺得 今天貿然 尤其你才剛上任 是 我是覺得你 做一些事情 考慮一下 建請你一下 提醒我們非常感謝 提醒一下好不好 那 那 剛剛講的那個 局長請坐 那個機場捷運 坐那麼久 十幾年 我是桃園人 我從政二十年 我看那個機場捷運 看來都快十幾年了 那我覺得 部長 你可不可以剛上任 你有沒有信心 七月底一定 可以完成通車 我想這個部分 剛才也跟委員會報告 我們希望依照委員會的決議 先成立一個 獨立的調查小組 那也尊重這個調查小組 讓他可以把一些爭議 講得更清楚 同時後面的處理程序 把它建立下來以後 我相信對於後面的安全 跟恢復營運 這個潮營運去準備 才會更順利 所以前面屬於這個獨立性的 專業調查委員會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點時間 我想速度要快一點 是的 部長你剛來 這個已經講了非常的久 了解 而且這個 攸關生命財產安全 尤其是安全最重要 是 是 它142次滑軌 你看看 是不是非常多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這件事情都會變成前提 它還有18次超過100公尺 還有一次超過1300公尺 那我有講過 他們的鐵軌 鐵軌 我是 據說 這個鐵軌是大陸 賣過來的 而且這個是他們的試用品 淘汰的 那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可以 這不好 可以換 保固期 已經十幾年 也超過保固期 我想完工公司 標這個東西 就是便宜 那用了材料 也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又非常 非常沒有安全性的東西 我想這個 你看看 它已經罰了 它的合約已經到10%以上 已經罰了 將近25億元 它25億元 有繳完嗎 居長 居長 有沒有繳了 25億元有沒有繳 是預期的部分 預期的部分 對 預期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從它的工程管理 都扣下來 用扣的嗎 對 好 你用扣的 那它現在更少的利潤 它會不會隨便做 安全是不是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捷運 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真的非常重要 這個一天 你看 它一年 人事成本 包部長 6億 它的營業成本要4億 它一年要花10億 這10幾年花了多少錢 如果是一個真的公司 不知道是不是倒了 早就倒了 那今天就是因為是公家了 所以部長我想要有企業家的精神 你既然來你就當一個CEO 我們交通部是非常大的一個部門 而且非常多的建設要做 而且經費非常龐大 我想部長您來要改革一下 而且速度要提快一下 好不好 是是是一定 感謝 感謝 謝謝我們主席 有請部長 立委員好 部長 其實您在上任跟上任前的一些對外的說法 我在交通委員會這15年裡面 我歷經了6任的部長 我覺得坦白也講 你的一些想法是跟我最接近的 不敢動 謝謝 那我也是有些地方我也覺得 站在一個專業的立場 應該就是要朝這個方向來走 你包括這個直鐵 台鐵直鐵的部分 其實當初台鐵提出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就提出我反對的看法 反對不是因為反對而反對嗎 你今天花了491億 然後省那18分鐘 就像您剛剛在對很多委員在講的 不是速度的問題 是運量的問題 那台鐵現在急著 現在花東的鐵路急著需要的 是如何讓它趕快電氣化 趕快讓它雙軌化 我想這個是比你要來直鐵 來的還更實際 更何況你這直鐵這18分鐘 不是只有單純將近500億的錢之外 其實後面還會產生的 是未知數 當然你閃過翡翠水庫 可是它中間多少 那些有多少以前 舊社會時代留下來的礦坑 那些地質探勘你也沒做 探討也沒做到一個程度 其實它的風險是未知數 所以一切的事情 如果是專業站得住腳 就應該要站在這個專業的角度 要來去說服我們的百姓 謝謝 就好像當初在建蘇花高速公路 其實本夕也是認為不應該去建蘇花高速公路 你蓋蘇花高速公路 你必須要在花蓮的它整個的聯絡道路 各方面的配套你要做得出來 還有產業 我們的產業 你花蓮的產業 你要走向的是什麼樣方向 你這些配套要帶進去 才去檢討是不是需要蘇花高速公路 所以以前的做法都是有點把它倒過來 當你蘇花改 現在通車了以後 我們兩個小時到花蓮 所有的人開車去花蓮 所有的車全部進到了太魯閣 花蓮會是什麼樣的慘狀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可以預估到的 那就必須要站在專業的角度 去把它講出來 那現在就講到 你現在提到 這個 這個 連續假期 夜間收費取消的問題 那站在一個夜間駕駛的危險性 本夕是同意的 可是有一點邏輯我就想不懂了 就是 今天你同時 剛剛在委員會裡面 你橫向 橫向收費把它取消 那國道橫向取消 取消的理由的根基 你的立足點是在什麼地方 報告委員 我們並沒有說 現在就做結論 我們只是說這個程序我們來走 再來做分析 這個等於就是說 我也跟你提醒一下 我們現在的國道基金 大概現在還有多少錢 是不是我請陳局長跟您說明 對不起 我這個沒有注意 對 跟委員報告一下 每年的國道基金的規模 大概是300多億的一個規模 每年大概300多億 那如果橫向取消的話 國道基金會少多少 橫向國道取消的話 原則上少大概15億到20億 少15億到25億 那這些錢會不會影響到未來 我們任何的重大交通建設 當然這個 現在整個國道基金 沒有 我現在 而且現在的背負的這個債務 大概有一千多億 國道本來就負債 如果國道基金的收入減少 相關的建設 恐怕會有延期 我現在不是要你取消或不取消的問題 所以你要站的是一個立足點 那你現在就是說長期以來 就好像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的橋樑是收費的 後來全面取消收費 那全面取消收費的時候 後來用國道基金來維護 因為國道基金不是 我們不是只有 除了是在開闢新道路之外 我們還要長期還要維護 就好像當初 以前天馬行空的 說要把高速公路賣掉 這也是天馬行空的想法 對不對 那你這是殺雞取卵嘛 就好像當初中華電信的時候 你也要去試骨 這個也都是殺雞取卵的事情 那所以今天其實 本席以前都常常在講 我們台灣的道路 當然也是因為民意的需求 我們的橫向國道現在的流量 你說一年才15億 它的流量多不多 不多耶 它的流量不多耶 一年15億的橫向 可以把它列入國道的話 它一年的流量才多少而已 所以我們常常講 我常常在講 台灣其實有些地方 不該建道路的 不該拓關道路的 不該蓋道路的 蓋太多了 這我也憑良心講 可是該做的還是要去做 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 現在小火車不用上阿里山了 大家都直接 車子往阿里山開 阿里山一天一萬人 阿里山一天一萬人的話 遊覽車有多少輛 一台給你50個人做好了 2000輛 還是200輛 是200輛還是2000輛 一萬嘛 200輛 200輛的遊覽車全部擠到阿里山上去 它的停車場停得下嗎 然後它對環境的衝擊又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舉這些例子 就是說你今天要取消橫向 那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國道基金 包括它的車流量 包括各方面 我們有沒有去做出一個數據的 一個真正的依據的 它的背景值出來 是 這個才是我們要對社會大眾做一個交代 對對完全正確 剛才我也是跟您報告說 這個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程序 整個來研究搞清楚跟大家做報告 就好像 就像剛剛前面也有委員提到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這個我就講了 調查委員會也是我堅持要做的 那你今天機場捷運 從當初它的發包就是亂七八糟嘛 然後才會有這樣一拖在做 機場捷運其實本席要負很大的責任 當初把這個BOT廢掉 是本席帶隊把這個BOT廢掉的 然後由政府來接手 那時候把長生集團 請他去掉 又請中共不要來接 廢掉省政府當初的想法 然後由我們交通部政治接手來做 這個當初本席進交通委員會一意主張的 結果搞了這樣子整整十五六年什麼都沒有 而且還現在完全是扭步化問題一大堆 本來以為是說BOT杜絕這些廠商 他們因為地皮炒作各方面利益的問題 會把我們整個的一個捷運會 會把它扭曲化 然後由政府來說會把它單純化 結果也沒有單純 反而只是更糟而已 這個就是讓我們覺得非常惡婉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新任上來 我是覺得重點還是在安全 是 那他現在為什麼會出這麼大的問題 他現在去求救西門子 西門子本來是跟他是競爭對手 然後他會幫他到什麼程度 然後他的問題點真正的核心的問題在哪裡 把他揪出來 揪出來以後追究 當初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要發包給他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釐清的 那你包括現在我們的機場 桃園機場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迫切的是第三跑道 結果遙遙無期 我們現在路客是漸漸減的 如果路客再繼續維持下去的話 我們桃園機場還是一團亂 我們現在迫切在急的是什麼 第三跑道跟第三航下 這個才是我們優先的 所以部長你上任了以後 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方法 把第三跑道跟第三航下把它搞定 那甚至於把當初為什麼第三跑道要把它換掉 要把它移到必須要去徵收土地的地方 這些問題都把它揪出來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詬病 不然說我們早就第三跑道早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當初本席也可以提 就像我們現在的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它的存費 它的必要性 可是在桃園機場沒有完全建構完成的時候 松山機場有它的必要性 我們的主席他是馬組的 一個馬組就兩個機場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實質核心的問題 如何協調國防部 其實松山機場 國防部在松山機場空軍在那個地方的必要性 已經微乎其微了 可是我們現在的松山機場是小而又小 旁邊的國防部那個空地 如何去讓它趕快協調出來 如果松山機場真的是要永續的話 不是這樣子的啦 不是這樣子的 應該是要把旁邊的這塊空地 趕快如何國防部這邊協調出來 如果真的要永續走的話 就要好好的去規劃 人家羽田機場在國際化的時候 他是建設走在前面 他把第三跑道第四跑道先搞定 先把新的航廈先蓋完 然後才開放國際化 我們是還沒做完先國際化 國際化以後再慢慢來改 國際大笑話 這不叫國際化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上任 你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 本席是認同 謝謝 那我是覺得應該是站在一個專業的一個角度上面 當然很多的民意上面 會有某一個程度會抵觸 可是抵觸了10% 20% 該堅持還是要堅持 對不對 然後用一些專業的數據 來說服我們委員同仁 是是是 感謝 這個才是 我在這邊 我從003部長到 到現在第七任 看了七任的部長 其實有些地方只要一壓下去的話 大概就轉彎了 那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把它落實 好不好 謝謝 好不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 也是本席長期一直在講的 講的 就像 就像墾丁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墾丁墾丁的 墾丁我也講了十幾年 我們的交通部其實要跟內政部去協調 好好的把墾丁規劃成一個國際級的一個觀光點 現在我們去墾丁等於是逛夜市 那我要去墾丁逛夜市的話 我在台北逛逛夜市 我到高雄逛夜市 我幹嘛去墾丁逛夜市 其實你要吸引觀光客 現在我們說路客 我們不要一個籃子放在路客上面 可是你要提升我們的觀光的一個資源跟水準 是 那你墾丁如何去把它規劃成 其實墾丁的它的條件是全世界 世界級的一個條件 規劃成一個YKIKI的beach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絕對做得到 可是我們去到墾丁就像到了夜市一樣 凸顯不出我們台灣的特色出來 好不好 這只是隨後的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堅持專業 好不好 是的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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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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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了 再給你10分鐘啊 好 下午休息 下午六點半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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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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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